第1281章一剑之威 寒雪因身若阴阳长红化过天际 一股灵力的剑气从他的身上扩散开来 虚空都为之被撕裂出一道道裂缝 碎虚之境 所散发出来的气势 俨然达到了那可碎裂虚空之势 碎虚之境嘛 望着那突然出现的红光 幽冥鬼母等魔族修者嘴角都是不由挑起一模冷笑 一尊碎虚境的修者倒也还难以改变此间的局势 毕竟他们魔族的手段可非同小可 魔族 寒雪因的方从玄天殿那顿出 便是感觉四周有着滔天的魔气席卷开来 美眸唯唯一鸣 那张绝世容颜之上便是有着一股灵力的杀意迸发而出 他出身之时 便因为魔族险遭到了杀身之祸 对于魔族有着一股难以消散的仇恨 所以在见到这些人的时候 杀意随着涌现而出 那玉手一动 生前阴阳流转 一柄宛若阴阳 散发着古老磅驳气息的长剑 便是被他那玉手给紧紧握住 杀 清冷的声音从少女口中吐出 他目光略动 扫视四方 便是锁定了那群正将血欲修者逼迫的 几乎要陷入绝境的魔族大军掠去 手中长剑阴阳流转绽放出万道剑光 挥洒而下 嗡 剑光落下 锁定天地 那滔天的魔气突然消融 一道道灵力的剑气便是向着重魔落下 好灵力的剑气 魔族七尊率领重魔请客就可以将血欲数百阴阳静修着抹杀 突然出现的剑气使得他们眉头皆是一皱 感到了一股危险的味道 那剑气之势 比起小玄灵王还要强悍 远远不是他们这些未亡可以单独抗衡的惊诧之下 众人连忙是法觉引动 已正式凝聚成一尊千丈巨魔 天魔掌 路天地 千丈巨魔 好像一尊沉睡万年的巨魔 突然出现在空 滔天魔气肆虐开来这天闭日 虚空为之战动 好像大海一样掀起一阵阵涟漪波动 他那魔掌猛然一翻 便向着前方那女子舞动出的阴阳剑光轰击而去 要将之给一举击溃一空 巨大的魔掌当空拍去 气势汹汹 所过之处虚空都崩裂了起来 无数裂缝蔓延开来 那般气势 似乎魔神之掌 不可抵挡 只是在魔掌即将要触及那剑光之时 前方那迸发出去的魔气 却被一道道剑光撕裂出了一个个裂缝 然后一道阴阳之剑 斩裂虚空 直接是落在那魔掌之上 将之给一举斩裂成两半就此崩碎 八 魔掌崩碎 灵力的剑气倾覆而下 那七尊一魔所凝聚成型的千丈巨魔也是就此崩碎 细魔在气机牵引之下 身形一颤 口中有着一股黑色的魔血吐出连退出千米之远 这丫头 浩强 七魔魔中露出几分惊诧 抬望前方虚空 实在难以想象那个看似柔弱如水的少女有如此惊人的实力 以她的气势 只怕足以和那玄陵王一战了吧 这丫头 踏入了碎虚境啊 楚颜等人见到韩雪英出来助血狱的修者解为 他们心中也是说了口气 如今多了一名碎虚境的存在 他们也是感觉轻松了不少啊 那是阴阳之剑 柳人唐眸光一动 一眼便看出了那少女手中紧握的势和神物 看来这次到的废歇手脚了 陆天魔王眸光略动 他们也是发现了那少女似乎有些几分能耐 不是一般的碎虚依众天之境的修者可以与之匹敌 雪英 你获得了传承 柳人唐首长阴阳之刃略过 天际将玄陵王击退之后 便向着韩雪英所在顿来 询问着她玄天殿的事情 选天大地的传承可是关系着雪域以后的局势啊 我只是获得了这阴阳之境的传承 谈雪英缓缓偏过头 长长的睫毛眨了眨 眉头一皱 某中略带着几分失落 说道 关于那阴选应 我便没有触及 她此番能一举踏入碎虚之境 不仅是已经触及到了这个门槛 也是和融合了阴阳之剑有关 在此剑之中有着无穷傲益 在融合之后使得她受益匪浅一下就突破了桎固 只是得到了阴阳之剑 柳人堂眉头一皱 有着几分失落 最后不由瞅向了虚空那尊大殿 如今进入殿中的人可是已经出来的差不多了 若没有人可以获得这传承 以后只怕将更难了 魔族一旦复出 他们就是想安然进入玄天殿内也难以那个机会了 不过 我感觉到韩宇哥哥似乎正融入了玄天殿之内 韩雪英眨了眨眼睛说道 什么 韩宇她融入了玄天殿之内 柳人堂眸光一动 那么说她得到了英玄印 应该是如此 韩雪英说道 她在突破的时候清晰地感觉到了一股气息的波动 似乎就在身边 那种感觉颇为为妙 好像韩宇是这处天地已经要融入里面 不远处 魔族的几位修者也是略到了一起 先杀了这些人 再毁掉那玄天殿吧 全灵王身行为退 向着陆天魔王说道 也好 先解决这些家伙再说 陆天魔王谋中煞起冲天 道 那个小丫头 似乎得到了一件至宝 道有些能耐 幽冥鬼母宁笑一声说道 那么 变人悦而去会会她 嘿嘿 他们都在岁须依众天之境也不知谁强谁弱 似乎得到了指令 那紫衣女子眸光从玄天殿上缓缓一开 若是仔细看去可以发现 她那双青眸之中有着几分留恋和迷茫之色浮现 不过这抹神色很快便随着幽冥鬼母额头 魔纹闪烁时传来的那股射魂之力所湮灭 她身形一动 便是瞅向前方天际 一股吞噬之力从她的身上扩散开来 让人为之胆寒 那个人 韩雪英唯唯一争 视线落在那个紫衣女子身上 不知为何后者竟然给她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种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却又是那么的真确 只是对方周身有着吞噬之力弥漫 那脸颊又被紫色面纱所遮住 就算韩雪英想要探测一番也是难以办到 那是个人族修者 似乎被幽名鬼母控制了心神 柳仁唐说道 她身具吞噬之体 虽然只是遂须依众天之境 那实力却非同一般 是个极其难缠的对手 对于这个身怀吞噬之体的存在 她也是感到有所棘手 不 那么便让我来会会她吧 韩雪英眸光一动 不知为何她有着一种强烈的欲望 想要见见这个紫衣女子的真面目 当下身形一动 便是化为一道长红 向着那的紫衣女子掠去 韩雪英身形掠动 前方便是有着一股极其恐怖的吞噬之力 向着她包裹而来 要将她想着那的吞噬气旋牵引而去 她眉头挑动 手中常见阴阳流转 一股无上的剑一蹦发而出 阴阳之剑 斩天地 碎虚空 韩雪英常见舞动 一道阴阳之光掠过虚空 便是撕裂了虚空 将前方的吞噬之力一举斩裂 只没向那的吞噬气旋之内 要将那的吞噬气旋给一举斩裂 与此同时 她身若流光 也是向着那吞噬气旋没入 在韩雪英的周身 剑气弥漫开来 那些吞噬之力处之变溃 根本难以左右束缚她的身躯 融合了阴阳之剑的她 深入阴阳之剑 包含天地奥义 锐不可当 子依女子见得那势不可挡的少女 也是唯唯一争 露出一丝迟疑的眸光旋即她眸光一尘 恢复了空洞 玉手引动 吞噬气旋突然变得无比狂暴了起来 一道道蕴含着吞噬之力的锋刃 便是向着那的少女四面而去 竟然是将她的气势给抵挡了下来 吞噬之力 道也玄妙 韩雪英身处吞噬气旋之内 眸光围动 她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气息也是受到了影响 还好她身上剑气凌厉 将那吞噬之力给一一抵挡了下来 不然与此人一战 不用多久她就会因为晶元浩劫而处于下风 在韩雪英和紫衣女子交战的时候 柳仁唐等人也是和魔族的修者发生着猛烈的战斗 他们要护持那些后辈的安全 一时倒是处于下风 一些阴阳静的修者 身受重伤情况颇为不妙 正如陆天魔王等人所言 多出一个岁须静修者 根本不会改变这里的战局 只是会多浪费他们几分气力罢了 高震等人也是深知这的道理 魔族此行的目的其宜是为了阻止 人族的修者获得玄天大地的传承 另外便是将这些中间力量一举歼灭 以此削弱血域的力量 他们魔族大军付出的步伐也将从此势不可挡 如今看到血域那近五百名阴阳静的修者已经乏力 要就此彻底溃败几尊魔王都是露出几分凝笑 似乎已经看到了魔族大军征服这片天地雄为场面 皆是战役高昂 嗡 不过就在此刻 虚空之中那悬浮着的玄天大殿猛然移动 那缭绕在大殿周围的阴阳长河似乎受到了牵引 竟然是向着玄天大殿之内没入 不过瞬息就消失于空 虚空之中只是剩下一尊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大殿 这是怎么回事 露天魔王眉头一皱 这玄天大殿的变动让他感到极为不安 难道是玄天大帝还有着神魂留在里面 想到这里他不由感到有着寒意奏声 露出满脸警惕 当初玄天大帝在那封印之内所残留的气息 所凝聚成的神形就让得他费了不小的力气才解决 若是一道神魂 那该有着何等通天彻地的气势啊 要知道 玄天大帝残留在封印之内的气息波动 不过是一丝能量气息 便没有神魂所有的意志 即种种神通 两者之间的气势有着天壤之别 不可同日而语 全灵王等人都在此刻露出了警惕的眸光 第1282章紫月 那是怎么回事 几乎是在露天魔王等人露出一脸惊诧之时 血液的修者也是发现了虚空之中的异样 带得抬头看去 脸色的惊诧震撼也是不由弥漫开来 却见虚空之中 浩瀚无比的阴阳之气 骤然收敛入那玄天殿之内 玄疾虚空一阵蠕动 那玄天殿也是就此消散于虚无 玄天大殿消散之际一圈圈连一波动 在原地好像是湖水一般荡漾开来 一个青年便是颇为诡异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寒雨 血液的修者都是露出惊诧之色 那个突然出现在空的青年正是一直未曾退出玄天殿的青年 如今的他凌空而立 长发舞动 一双漆黑的眸子似那浩瀚虚空 难以看清深浅 他便这么出现在空 给人一种浑然天成 似乎融于天地的感觉 一种莫名之感顿时涌入众人的心头 这家伙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楚言谋光略动 不停地打亮着那个突然出现的青年身上 从这青年身上他感觉到了一股天地奥义 那种波动连他都难以除摸 只是仔细感应而去 此子却便没有踏入岁须之境 倒是让人诧异不已 难道他没有得到传承 要知道那只是得到阴阳之鉴传承的韩雪英 可是也踏入了岁须之境 若此子得到了玄天大地的传承 岂会滞留在此 这是怎么回事 高正谋中也是露出几分不解 不由向着旁边的柳仁堂瞅去 这得问他吧 柳仁堂一笑 对于玄天大地的传承 他也是知道的有限 不过他心中有着一种直觉 这个青年似乎得到了玄天大地的传承 至于为什么没有一举 踏入岁须之境 却是不得而知了 全天殿了 那小子是谁 魔族的修者谋光略动 都将视线向着虚空之中 那个突然出现的青年汇集而去 如此一变便是连他们也是干脆诧异不已 那心中有着未知的彷徨涌现 是韩宇哥哥 不远处的虚空 一个吞噬气旋之内 韩宇雪英突然谋光一动 四洞穿了虚空 将那个突然出现在空的青年给盯着 那双灵动的眸子深处有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喜色浮现 他常见一动 将那吞噬之力斩去便是化为一道长虹退出吞噬气旋 向着那个青年掠去 韩宇 他是谁 为什么我觉得那些熟悉 我认识他吗 韩宇雪英飞速地消散在吞噬气旋之内 他却不知道 自己的那惊喜之声 却是落在了那死一女子耳中 后者的身躯一颤 吞噬之力突然紊乱了起来 那双空洞的眸子深处也是一丝涟漪泛起 眸中凝视前方虚空 有着色彩浮现 似乎那脑海深处有着一道模糊的身影不断的凝聚着 韩宇 他是谁 为什么在我脑海之中挥之不去 我又是谁 紫衣女子眸光转动 脸色的情绪瞬间万变 他周身空气蠕动 化成一个狂暴难以控制的气旋 那股吞噬之力也在随着他的情绪不停地变动着 他脑海深处那道人影不断凝食 模糊的身影 竟然是和那虚空之中突然出现的青年有着那么几分相似 我是谁 韩宇又是谁 紫衣女子眠南自语 那紫色面纱上那张精致的娇容在不停地抽动 他越是想 神魂便越是模糊 似乎他的记忆被什么东西给禁过了起来 只要触及 变头疼欲裂 好像连神魂都要崩溃 啊 紫衣女子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呼啸 这丫头 怎么了 幽冥鬼母眉头一皱 额头至上眉纹闪烁 发觉随之引动 一道道魔纹波动向着那的紫衣女子脑海没入 后者那凄厉般的尖叫声这才逐渐停止 这是回事 陆天魔王露出满脸诧异 难难道 这丫头 以前不是被鬼母控制得好好的吗 那些一模也是露出几分疑惑 不过却便没有将之当回事 或许是这女子实力大尽 连鬼母都难以控制了 紫衣女子那尖锐的叫声不仅惊动了魔族修者 便是连血玉的修者也是唯唯一愣 柳仁唐等人都是不以为意 一些以神魂秘术控制的人物都会有着反噬的危险 那是 谭宇方才出现在空 眸光正扫视着四方感应这里的局势 不等他和那段飞而来的血应叙旧 那道尖锐的声音便是涌入了他的耳中 最后被烙印在心神 这声音好熟悉 谭宇只觉自己的心突然加速挑动 血液都有着一种亢奋的感觉 眸光豁然一转 穿透虚空万物 直接是锁定那数万米之远外子一女子 与此同时他脑海之中 这女子那道音波似乎被他解剖成了无数个碎片 再仔细地分析重合着 谭宇哥哥 你怎么了 谭雪英身若惊鸿 轻落在青年的身边 再瞧得后者那一脸愣神 某中略显火热的模样 他露出一脸不解 旋即便是顺着后者的眸光向着远处瞅去 那女子 谭雪英眉头一弯 长长的睫毛眨了眨 随后又瞅了一眼身边的青年 突然 他心中一动 有了一丝莫名的感觉 难道 我真见过那女子 紫月 谭宇突然失声惊呼 某中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 喷涌而出塔毒 牙关忍不住战斗 呼吸急促 整个人完全陷入了一种亢奋的状态之中 那种状态 平常难得一见 紫月 谭雪英眉头一弯 旋即某路恍然 难道是欧阳家的紫月姐姐 他带着几分惊诧 不由再次向着那的紫衣女子瞅去 在瞧得了后者那爵士身姿后 微微点头 难怪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只是他怎么会和魔族在一起 嗡 韩宇的神是弥漫开去 要穿透那紫衣女子身前的吞噬漩涡 看一看那面纱下那张爵士容颜是否依旧 看一看那女子 是否依旧如往昔 然而 就在韩宇回忆起一幕幕往事的时候 他的神是却是猛然被一股吞噬之力 给吞噬凝炼为虚无 在心神的牵引下 韩宇的身形一颤 连退两步眸中露出一脸哀伤 难道连看一眼都无法办到吗 我会在月宫等着你 只希望你以后还记得有着一个叫紫月的女子 在等着你变形 往事历历在目 韩宇只决心在气血 短短几年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为何昔日的爱人 会与魔族为伍 这几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确是当年大秦王朝那丫头 朱灵那双宛若阴阳的毛子似乎洞穿了虚空 穿透了那吞噬之力的束缚 一眼将那面纱下的女子 给瞧得清清楚楚那张精致的绝世容颜 也是浮现在了世海之内 这是一个美艳的让人窒息的女子 她眉目如画 兵姬玉骨 一张精致无比的容颜 似吹弹可破 只是那双明亮的毛子中 却竟是一脸空洞 迷茫没有一丝感情色彩 紫月 她怎么会变成这样 怎么会这样 谭宇突然觉得自己很失败 整个人都忍不住站抖了起来 浑身无力 口中泥南自语 脑海之中浮现出无数画面 当年 她去妖月宫便想着要去见紫月 怎奈她进入妖月宫 从激兰月口中得知紫月 被新月宫一位长辈收为弟子后 她便安心了下来 没有急着去那里找她 之后她为了寻找母亲的下落 便是参加了御之战 本来是想以后有了一定的实力 再去新月宫找紫月 怎奈中间确实发生了诸多事情 使得此事一再耽搁 谁会想到 他们再次相见之时会是这么一副场景 她是 紫衣女子似乎感受到了那道灼热的眸光 身形一颤 脑海之中那方才停下来的思念 突然好像潮水一般涌现而出 她的欲脸抽搐 神魂欲裂 露出满脸痛楚之色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感觉她和我很熟悉 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难道这丫头和这小子认识 幽冥鬼母这次很快就发现了不对 当下额头之上 某文闪烁 发觉引动 一道邪义的纹路没入 那紫衣女子脑海之内 将之念头完全镇压了下来 她口中喃喃自语 似乎在说着什么蛊惑言词 匡骗着那紫衣女子 她被那幽冥鬼母控制了心神 朱灵那双宛若阴阳的眸子光滑暴涨将那些连碎虚静修者都难以察觉到的波动给收入眼中 语气颇为坚定地说道 她现在成为了一尊 人师傀儡 什么 被控制了 人师傀儡 谭语先是一惊 玄机谋中沙翼滔天棒波无比的怒火从她的体内喷涌而出 刹那之间 虚空为之战动 掀起一阵阵涟波动 那股沙翼怒火 几乎笼罩半个虚空 那般气势比起一般的碎虚静修者丝毫不弱 更加多了几分让人心悸的味道 如今的寒雨煞起滔天 沙翼凛然 眸光星红 脸色变得猙獰无比和魔有些相似 只是她那份气势 却让人感觉比魔还要可怕 她一直心爱的女子 被人控制成为傀儡 她岂能不怒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他们认识 柳仁唐等人都是发现了不对 他们之前听到了寒雨喊了一个人名字 如今想来 倒是有着这么一丝可能 看来这两人之间倒是有些故事啊 你别激动 这人是傀儡 并非你想的那种傀儡 朱灵剑寒雨情绪激动 小手一动 一道阴阳之气晦涩而下 滋润着后者的原神使之情绪直接平复下来 她依旧还活着 神魂也没有受损 只是被魔族那幽名异族的神通秘术给控制了 心神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第1283张沙 不 没有死 谭宇心中一动 那她还救吗 应该有救 只是比较麻烦 朱灵说道 谭宇文言 心中顿时大好 似乎看到了曙光 心情逐渐平复了下来等候着朱灵继续说下去 那幽名鬼母应该是想控制你这女友 借助她的吞噬肢体已成为一件杀气柱魔族以后复出 朱灵说道 也是如此 她才没有直接将之神魂抹去 只是控制着她的神魂 为的就是想让她不断地提升 好使得她的吞噬肢体的威力倍增 可恶的家伙 谭宇也是听明白了 魔族是看中了紫月的吞噬肢体要借助她的力量 已完成一些魔族无法完成的事情 那怎么才可以助她摆脱状态 唯有将那束缚着她神魂的魔纹抹去了 朱灵说道 抹去 谭宇眉头紧紧一皱 如今紫月的实力似乎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强悍的地步 如何肯让她静下来将那魔纹抹去 又名鬼母又岂会坐以待必任由她行动 这件事情 比起助血欲那些修者抹除某种药难上千万倍 稍后你与之一战 我自会出手助你 朱灵说道 就算现在无法一时将那魔纹抹去 想必也可以对她有所帮助 助她慢慢地将那魔纹给一举吞噬掉 如此才可以轻易地摆脱那束缚 嗯 谭宇重重地点了点 眸光灵力 向着那幽冥鬼母扫尸而去 当中的杀意不言而喻 谭宇哥哥 他真是紫月吗 谭雪英眸子眨了眨了道 谭宇点头 那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谭雪英问道 他被魔族给控制了 谭宇说道 不过 总有一天我会助他恢复过来的 这些魔族 我也会一一杀尽 我的女人 谁也不能动 更别说将之控制了 不 谭雪英见青年那眸光坚毅 杀气凛然的模样心中有所感触 只是眸光偏向远处那紫衣女子时 那眸子深处却有着几分羡慕之色浮现 想必也只有这女子才会让这个青年如此神态尽失吧 原来韩小友和那紫衣女子认识啊 柳仁唐略在韩宇的身边说道 这女子 倒是不错 这吞噬之体若是大成 那气势将少有人可与之堪比 可惜他如今被魔族控制了 魔族 韩宇冷恒一生 我将与他们不死不休 韩小友你得到了玄天大地的传承 柳仁唐微微一顿 似乎那紫衣女子在这青年地位还不低啊 嗯 韩宇点头道 那好 你得到了大地的传承 何臭我人族不能复兴 如此那些魔族也必可斩禁 想必那紫衣姑娘也可以得到解脱 柳仁唐谋中金光闪烁 整个人精神一阵 气质完全变了各样 好 看来我人族有望了 高正高呼一声 也是向此顿来 他心中激动不已 我们现在怎么办 是撤回血域 还是 楚颜也顿来问道 随着韩宇的出现 魔族和他们暂时停止了交战 此刻 那陆天魔王也是向着幽冥鬼母询问着紫月的情况 他们颇为不解 为什么今天这个女子会连续出现状况 难道是因为难以压制了 他似乎和那小子认识 幽冥鬼母说道 不 陆天魔王眉头一动 道 看来他们关系不简单啊 必须将那小子杀了 不然将会影响这丫头的情况 对我们以后的行动颇为不利 全灵王也是说道 他们可是对这女子寄予了厚望 以后魔族的父亲还得靠着他出力了 那小子似乎得到了玄天大地的传承 幽冥鬼母心中也是知道事情的利弊 他目光略动 丑向远处那的青年 说道 那就更应该将之斩杀于此了 陆天魔王道 他也是感觉到玄天殿消失的诡异 如今想来想必是被那个青年给融合了 以此推断那玄天大地的传承多半也被他给得到了 他现在还没有踏入碎须尽要将之斩杀应该不难 全灵王谋中杀气凛然 一脸猙獰 道 若是让他成长下去 或许会影响我们以后的计划 成为一个难以预料的强大对手 此此必须得尽快斩杀 陆天魔王等人皆是点头 魔族的修者带着满脸杀意将寒语给兵者 此刻的他也是杀意凝聚 瞅了一眼旁边的柳仁堂等人 嘴角微动 冰冷的话语 好像是刀锋一般从他的口中缓缓吐出 杀 好 杀 既然他们赶来 不让他们付出点代价怎么行了 柳仁堂随脚一咧 眸光冰朗 淋湿着前方那些一魔 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次 我等自当放手一战 杀杀 震天杀声响彻天际 人族魔族的修者都是此刻动了起来 狂暴的能量波动席卷天际 虚空魔器搅动 阴阳流转 风云变幻不停 好像是末日来临有着神明要大战 韩宇身形一动 便是化为一道流光 向着前方的天际遁去 韩雪因御手一动 手持阴阳之剑 随之杀向那魔族大军 这家伙太冲动了 见到韩宇一马当先 杀到前方 楚言摇了摇头连忙紧随而去 现在这青年可是他们的希望 岂能有事 韩宇的目标直取紫月的所在 这小子 要干吗 幽名鬼母眉头一皱 当下额头之上魔纹闪烁 他发觉引动 一道道阴魂呼啸而出 凝聚成一尊剧魔 便是向着那青年掠去 魔掌一动 便向着他轰击而去 他可不想再让这青年 影响了紫月的状态 要阻止我吗 韩宇眉头一动 感受着那阴魔所携带的 那股棒驳气势 心中也是不由一领 这剧魔随意一击 所有的气势可是比当初的 小玄灵王还要强悍无数倍啊 楚言眉头一皱 便要上前去替那青年 将他攻击抵挡下来 怎奈旁边马上便有着 玄灵王杀来 高震等人也是被那些 魔族修者纷纷纠缠住 显然这些魔族修者 配合得颇有默契 要给幽名鬼母创造出手机会 好将那的青年 给一举斩杀之死 因玄应 面对那尊由阴魂凝聚成型的魔怪 韩语嘴角先一抹冷笑 他发觉引动突然周身光滑大作 一股古老而磅礴的气息波动 便是从他身上扩散开 当中那股天地之事 使得整个虚空都是为之一颤 如此气势 比起那尊一抹丝毫不差 好强悍的气势 众人心头皆是一阵 呼 却见得在韩语的体内 有着一枚法印 好像是那出生的太阳冉冉升起 一股阴玄之气 从那法印之内泥漫开来 笼罩着整片天地 法印之上一道道玄妙的纹路 就好像天地的轨迹 有着一股束缚万物的气势 它挥洒而下 使得那尊一魔的气势为之一致 这是阴玄应 处言眸光一亮 心跳都是不由加快了几分 这法印的气势还真大啊 这便是玄天大地留下的阴玄应吗 这法印似乎蕴含着天地奥义 有着最为完善的阴玄之道的轨迹 这枚法印 当中天地间的神物啊 血液的羞着凝视着那枚冉冉升起的法印 魔中有着迷离之色浮现 在那法印之内 他们感觉到了一股无比纯粹的天地之势 这种气势给人一种置身浩瀚心语的感觉 是任何人也难以释放出来的一阵天地之势 这便是玄天老鬼留下的传承吗 不远处的陆天魔王等人 都是露出几分震撼之色 如此法印 气势滔天 当真不愧为天地间的神物 不难想象若是此物被一个碎须三重天之境的强者拥有 那将有着何等毁天灭地的气势 众魔心中都升起了一股恐慌 魔光朝那法印之下的青年 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玄天大地在冉冉升起 若是如此 将是他们魔族的最为祸害 此人必须斩杀 陆天魔王等一魔心中的杀意变得无比坚定了起来 因玄正魔 当冷恒声落下 却见得寒于手间法觉引动 那道冉冉升起的法印瞬息化为千丈大小 覆盖了虚空 绽放出一片玄傲的纹路 向着那尊一魔猛然镇压而下 一股恐怖的天地之势扩散开来 使得幽冥鬼母露出满脸骇然 身形鬼一般的顿道远储 轰 法印落下 光滑闪烁 虚空似乎那镜子一般片片碎裂了起来 一道凄厉的嚎叫之声响彻天际 却见得那尊由阴魂凝聚成的一魔被一举正溃 化为万千道魔影 一尊媲美碎须两重天之境的魔怪在阴玄印之下竟然是不堪一击 如此气势将原处的一魔都是给震了震 那骨髓之中一抹寒意涌现而出 心中惊呼 这玄天大地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他留下的传承法印便有如此气势 若是他本人那该何等恐怖 这 这怎么可能 幽冥鬼母也是露出满心恐惧 嘴角蠕动 却是久久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俨然就连他也是没有料到这玄天大地留下的阴玄印有如此威力 极灭 将那尊一魔极溃后 寒与魔光一动 一股极灭天地的精力波动便是从他的世海之内浩浩荡荡的席卷而出 宛若那滔天骇浪 直接是将那万千道魔魂给就此湮灭 在那极灭之意下 所以魔魂就此烟消云散 阴玄印竟有如此威力 在看到了此幕之后 高震等人都是一脸振奋顿时战役高昂 若是阴玄印及阳玄印都被这个青年得到了 那么 他该有着何等滔天的气势 想必那个时候 便是连阴阳三重天之境的强者都难以与之争锋了吧 若是他踏入了碎须境了 想到这里 血液的修者似乎都看到希望 魔中有着难以掩饰的火热涌现而出一脸激动 第1284张魔尊降临 虚空之中一片极灭天地的气势好像是末日神光席卷而过 那万千魔魂就此化为虚无 整个虚空唯有一片极灭的气息弥漫开来 那气息让人心神为之战力 就这么被解决了 陆天魔王和玄陵王等人都是一脸凝重 他们可是知道那尊由万千道魔魂受魂凝聚成的一魔实力有多么强悍 就连玄陵王都对其颇为忌惮 可便是如此魔物 在这阴玄之下 一举被击溃 连魔魂都没有来不得被幽明鬼母重新凝聚就被抹杀为虚无之间了 这般手段 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碎须尽修者 阴玄印 怎么可能 这东西怎么有如此威力 幽明鬼母身形一颤谋光暗淡无光 在那尊一魔湮灭后 受到了不小的牵引 内心也是遭受到了莫大的打击 这可是他耗费了心力才凝聚成的一尊覆魔 如此被轻易给灭杀谁能接受得了 魔念 那命来吧 谭语一举灭杀那尊一魔顿时信心暴涨 便连他也没有料到英玄印会有如此恐怖的天地之威 当下身形一略 脚踏虚空 好像电光火石 向着那幽明鬼母杀去 只要将此谋杀了 或许紫月的事情也就可以就此迎刃而解了 幽明鬼母见寒雨 携带着滔天煞气踏空而来 谋中有着几分距异 当下那额头之上 魔纹闪烁 有着玄傲的波动弥漫开来 散发出一片射魂之意 化为一片巨大的光纹 向着也是向着寒雨轻浮而下 这魔纹剧目蕴含着一股蛊惑人心的波动 里面有着魔音吟唱 一个个花之招展妖娇无比的魔女 好像要从光幕之中走出 摆着一种肿疗人的姿势 要迷惑人心 配合着魔纹之上滔天气势 足以让碎虚尽的修者心神失守 然后将之一举击溃 原处的紫月便是似乎也接到了指令 一股吞噬之力席卷开来 便是向着寒雨席卷而去 联合着幽冥鬼母一起出手 她这吞噬之力颇为玄幻可以吞噬一切 就连因玄印上的天地之势 也在这股吞噬之力下开始不断流逝 威力有着要锐减的趋势 射魂之力 吞噬之力 寒雨心头一颤 这倒是一个绝妙的组合 若是一般碎虚尽修者遇到 只怕都将要成为那幽冥鬼母的下一个魔魂的魔影 被她凝炼为魔 这下应该可以对付这个小子了吧 陆天魔王眉头一皱 若是还不能对付这青年 那么她的亲自出手了 无论如何 绝不能任由此子继续成长下去了 就凭你这些歪门邪道 也想要设我寒雨之魂 你 还差远了 寒雨冷冷一笑 突然眸光一宁 阴阳流转 一面流转着阴阳太极的神徒 便从她的誓海之内呼啸而出 阴阳神徒绽放着玄奥的光纹 一股天地奥义弥漫开来 蕴含着一股比阴玄印还要浓郁的天地之势 直接是将那魔文之中那些蛊惑之音 给一股抵挡了下来 阴阳纹路好像是历刃呼啸而出 向着魔文光目斩去 在里面那些模样妖娆的魔女 一个戈被斩杀 化为一道魔文就此崩裂 魔文的气势开始不断锐解 啊 在奇迹牵引下 幽冥鬼母心神一颤 连忙是将那道魔文给一举撤回 一道万丈庞大的吞噬气旋横立在空 连忙将那些天地奥义给一股吞噬为虚无 紫月的气势却在不断地增加 阴阳太极神徒似乎对紫月便没有多大的影响 还可以助长她提升实力 将那些阴阳纹路化为己用 使之对天地奥义的感悟更多几分 以此成就她的修为境界好在做提升 吞噬肢体果然不同凡响啊 韩宇眉头围动 眸光瞅向那万丈气旋之中的紫衣女子 嘴角有着一丝笑意浮现 紫月有此成就让她感到颇为欣慰 只是一想到后者现在的处境 却是有着七楚浮现 若是没有这个变故那该多好啊 叹息了一口去 韩宇法觉引动 阴阳神徒吉英玄印两件神物悬浮在她的头顶 护持她的安全 一股便没入了那吞噬气旋之内 她要助紫月一举摆脱幽冥鬼母的控制 看来这小子真是我人族的希望 见到韩宇突然使出了阴阳神徒 将幽冥鬼母的魔纹一举击溃 气势如红 楚颜等人血浴的修者都是露出满脸欣慰的笑容 不难想象 在给这个青年一些成长的时间 她必将成为第二个旋天大地纵横天地 挑起人族的大梁 将潜伏在四方的魔虐尽数诛杀 还各足一个清静的世界 楚颜等人看到了希望 魔族修者却是看到了潜在的危机 露天 这家伙不能留啊 全灵王说道 从这个青年身上 他感觉到一股极端危险的波动 那种感觉就好像看到了一个玄天大地在冉冉升起 让他心神难安 赤得将他斩杀了 露天魔王眸光一尘 突然身形一阵 有着滔天魔气涌现而出 眸光猙獰涌现 冷冷地凝视着前方虚空 那得略如吞噬气旋的青年 一字一句地说道 那么 便让本王召唤出魔尊大人之魂 将这些家伙都给一举斩杀了吧 却见得露天魔王手掌一番 突然有着一只巨大的蛊抓出现在手心 这骨爪好像恶魔之爪 蕴含着一道道邪恶的纹路 当中一股磅驳无比的气息波动扩散开来 射人心魄 虚空都在这股气势之下崩裂了开来 掀起一道道百丈之高的气浪排山倒海般肆虐开来 这般气势 比起露天魔王不知要强悍了多少倍 这事 柳人唐等人都是一争 魔光向着露天魔王汇集而去 一丝凝重之色突然涌现 那是魔尊之掌 楚颜等人都是一阵 也只有魔尊残留的气息才有如此气势了 天魔降临 露天魔王嘴角移动 吐出一口魔血便是喷吐在手心浮动的那个巨大的魔掌之上 这魔掌本来已经挤进干枯 当他的魔血喷入上面后 法觉引动这魔掌竟然是凭空蠕动了起来 一股磅勃的生机从掌心淋漫开来 虚空战动 发出真正巨响 似有巨魔咆哮 吼 一声魔吼响彻天际震荡万里虚空 所有的修者都停止了大战 将视线向着那句吼之除瞅去 露出满脸震撼 那颗星都是为之站立了起来 似乎有着要崩碎的迹象 却见得露天魔王身前 剧长蠕动 散发着一股磅勃无比的气势 魔气搅动虚空 似乎洞穿了虚空 连接了远古时候 一尊古魔虚影在那气玄之中不断的凝食 露天魔王俨然是在以一尊古魔残留的肢体 要将他那残留在天地之间的魂式凝聚起来 以召唤出古魔真身 以此来对付血域各族的修者 将那的青年一举斩杀 这尊古魔的气势浩强 正催动音玄应没入吞噬气玄 准备要破除那重重吞噬之力 却接近紫月的寒宇身形突然一争 他感觉到了一股灵力如刀的魔光正将他给盯着 天过头一看 便是看到了远处气玄之内 那突然浮现的一道虚影 那道虚影 在不断的凝食 不难想象 带得他完全化为古魔 那该有着何等通天手段 难道这便是魔尊之威 哼 老夫就知道你们这些魔尼肯定还有杀手锏 不过 想以此灭杀我等你未免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柳仁堂冷冷一笑 那冷恒之声 让得旁边正满脸震撼的高震楚颜给愣了一愣 很快他们便是看到 在前者手中 一面玄奥的法牌缓缓浮现 全天大地 高震不由惊呼一声 柳仁堂手中的法牌正式开启玄天殿之物 难道此物也可以召唤出玄天大地 想到这里 他们心中皆是露出满脸期许 也是明白了为何当初柳仁堂在德之魔族来袭后依旧会如此镇定 想来他手中有着底牌 只是一直没有催动出来罢了 法牌出现在手 天地之事似乎都为之牵动 却见得柳仁堂眉头一条法觉突然引动 有着名闻没入法牌之内 他露出满脸恭敬 沉声道 恭请 大地降临 朱沙摩涅 朱沙摩涅 音波还没有落下 那法牌之上 突然拥有流转 一道光柱便是冲天而起直入云霄 呼 光柱入天 一股磅驳无比的阴阳之光晦涩而下 方圆万里之内魔气消散似乎连空气都为之静止 一个伟岸的男子 便是出现在虚空 他环视四方 宛若君王 充满了一股难以言说的霸气 只是在他眉宇之间却有着几分祥和浮现 让人感觉如暮春风 在此人的气势之下 魔气消散 唯有陆天魔王 哪里依旧有着一股磅驳的气息波动与之对抗着 玄天大地 这赫然便是玄天大地 这是玄天大地吗 望着那突然出现在空的男子血域的修者都为之沸腾了起来 发出震天呼喊眸光灼热无比 体内的血液似乎要燃烧了起来 除了玄天大地还有谁人会有如此气势了 吼 在玄天大地出现之际 露天魔王身前的那的魔气气玄之中 那曾不断凝食的巨魔仰天咆哮 宛若凶兽一般 充满了凶力之意 在他眼瞳深处有着无限的杀意涌出 他周身魔气不断翻滚 一缕缕魂是从遥远的虚空疯狂凝聚而来 使得他的魔区越发凝食了起来 大力魔尊 竟然是你 全天大地魔光略动 玄尸四方最后锁定了那尊不断凝食的魔区 嘴角的祥和见朗 道 没有想到 你这魔孽死了还不安分 魔魂依旧不散 那么 今天便让本帝 将你彻底抹杀在此吧 淡然的话语之中有着一股无庸置疑的味道 当中杀意流露 那般杀意 让得万魔为之心神战利 第1285章大地之事 全天大地俯视天地 威严毕露 那淡淡的话语之中所蕴含的那般杀意 让得众魔为之心颤 这是玄天大地留下的一缕神魂 幽名鬼母谋鹿惊诧之色 心中畏惧涂生 感到了一丝不妙 玄天大地的一缕神魂可不是先前那封印之中所残留的气息波动凝聚成的神形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啊 没有想到这老鬼还留了这么一手 全灵王等人都露出巨异 看来此次危机可以解决了 楚颜等血欲修者都是输了口气 虽然只是玄天大地一丝神魂凝聚成身 如今他所拥有的气势也不般人与之堪比 足以横扫众魔了 韩宇也是微微输了一口气 在露天魔王身后 那不断的凝聚的魔驱魔中凶光闪烁 一股魔煞之气冲天而起 那双魔童之中一丝神志越来越清晰 显然是已经逐渐要将那些散意的魔魂凝聚起来了 全天你这老鬼 你阻止不了我魔族的步伐的 一声咆哮响响彻开来 突然 那个巨魔大手一挥 手中一条千丈长的魔链 便好像一条带刺的魔莽洞穿了虚空 张口那张魔口向着玄天大地吞来 那魔口之中锁链尖锐 似要洞穿天地 魔链颇为蛮横的横空略来 虚空崩碎 恐怖的气息波动让得整片天地都市为之一颤 大力魔尊 你万载钱陨落在我手中 如今一道残魂也想在本地面前撒野吗 全天大地谋鹿林立 冷冷地将那魔链钉着 玄疾他嘴角一挑 手掌探出 伸出一根白皙的手指凌空虚点 全天指 震天地 清冷的话语从玄天大地口中吐出 却见得他那根平平无奇的手指突然纹路流转 引动天地 似乎有着一股浩瀚无穷的力量喷勃而出 手指在虚空不断放大 远远看去 便好像是一根骨神之指 突然从天而降 将那气势滔天的魔链给一举镇压 嗡 一指点出 虚空崩碎 大力魔尊手中的魔链一颤 发出震震撞击之声被震退而回 东东 大力魔尊的身形连退千丈 每一步落下 虚空都是崩碎了开来下方的大地 被一股狂暴的力量给生生的镇压崩塌 落下一个隔百丈大小的魔掌 远远看去却宛若一个巨坑 这玄天大地好强 陆天魔王已经退出了万丈之外 依旧是被一股浩瀚的力量给震的连连后退 魔魂都动摇了起来 一丝畏惧之意终于是从那魔童之中涌现 这玄天大地之名果然是名不虚传 也难怪当年连魔主大人都会为之头疼不已 见得玄天大地一指击退大力魔尊 魔族的修者新生退役 幽名鬼母暗自陈寅 有着要撤退的打算 如今看来 便是大力魔尊也是难以扭转局势 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怕将要失败了 你们这些魔孽 还是给本地消失在这片天地吧 全天大地山若流光向前踏空而去 两步便是万米 磅礴的气势从他身上倾覆而下 魔族的修者远远抬望着这个男子 给人一种仰望巨人的感觉 后者所带来的那般压抑的感觉无法形容 全天 你别得意 你也不过是一缕神魂 你不以为本尊便怕你了 大力魔尊稳住身行后 谋路猙獰道 本尊 这次便是拼得魂式散去 也要将你神魂之力耗去 呵呵 如此一来 以后看谁能保护你那些孱弱的人族子弟 我魔族必将让这片天地血流成和生灵涂炭 猙獰的笑声在虚空飘荡 却见得那大力魔尊身行一晃突然化为一道道魂式席卷而出 魔尊 你这是要做什么 大力魔尊的魔魂化为一缕巨风席卷开来将陆天魔王一举淹没 后者心头一颤 连忙是发出惊恐之声 连忙问道 你慌张什么 本尊要见你魔区 与玄天老鬼决一死战 大力魔尊怒横着说道 身为魔族男儿 岂能厚畏惧之心 还不给本尊退缩到一边 让本尊掌控你的魔区 是 陆天魔王略陆惊恐 玄疾魔光一晨 那魔魂竟然是主动退避了开来让大力魔尊的魔魂侵入他的脑海主导着他这句身躯 随着那一缕缕魔魂涌入陆天魔王的体内 他这句魔区的气势也是在不断的攀升 滚滚魔气 骇浪一般席卷开来 震荡天际 呵呵 玄天老鬼 我看你如何挡本尊之身 陆天魔王猛然抬头 那双紫色的眼瞳之中 有着一丝黑金之色浮现而出 他嘴角开启却是传出那大力魔尊的声音 在这一刻 这句魔区 已经被大力魔尊所主导 滚滚魔气震荡开来 气势滔天 便是连那踏空而来的玄天大地身形都是微微一顿 眉头皱了一皱 这些魔孽手段倒是不小 看来本地也得费些力气了 宁我神魂 诸沙摩涅 全天大地那张柔和的脸庞之上突然变得灵力无比杀气灵人 他法觉隐动 天地为之变色 一股玄妙的波动便是倾覆而下似乎要牵引着什么 全天大地这是要做什么 见得玄天大地突然牵动 法觉人族的修者都是露出惊异之色 心中也是略显紧张 那大力魔尊在占据了陆天魔王的魔区后气势在不断攀升 如今与那魔区逐渐融合 想必马上就会达到一个极为恐怖的境界 韩宇也是一脸紧张 没有想到那大力魔尊死后那些残留的魔魂还有如此手段 真是让人心悸 不过就在他心思转动的时候 突然有着一股牵引之力当头照下 他心头一动体内阴阳流转 一尊古殿便是呼啸而出 悬浮在他头顶 这古殿气势磅驳 流转着阴阳 玄傲无比 赫然便是玄天殿了 全天殿一出顿时引来了无数道眸光的注意 陈戎 全天大地法觉一影 那玄天殿突然光滑闪烁一股灰色的气息波动便是从里面迸发而出 这里面也有玄天大地的神魂 全灵王等人感觉到一丝不妙 眸光相视一眼 褪翼流露 在玄天大地的法觉牵引之下 一道光柱冲天而去 随后便是化为一尊虚影出现在空 那道虚影 踏空而去便是与玄天大地融合在一起使之气势突然暴涨 哼 将这殿中的神魂也召唤出来了吗 大力魔尊一脚便是踏出虚空冷恒道 既然如此 便让本尊将之彻底毁了 让你这些人族后辈 在无人守护 说完 他魔区一动 便是踏空而去 手中魔裂魔器涌动 似乎有着万千条魔龙奔腾而出 便是向着玄天大地倾覆而下 远远看去 魔龙舞动 天地震荡 似有魔神降临 不自量力 本地纵使一缕神魂也不容你这魔孽放肆 全天大地眸光灵力手掌移动 便是直接化为阴阳之掌 向着那锁链一掌拍下 将之击溃 玄疾法觉牵引 玄天殿光滑闪烁 化为一尊千丈大小的巨殿 好像巨山一般悬浮在空 给本地镇压 全天大地法觉引动 玄天大殿便是绽放出无数阴阳明文向着下方垂落而下 一股晦涩的波动席卷开来 引动天地 使得这片虚空都化为了一个领域 所有魔族修者都感觉到了一股恐怖的气息缭绕在心头 大力魔拳 露天式 大力魔尊冷恒一声 身形不退反径 一拳便是向着前方的玄天大殿轰击而去 与此同时 他背后魔影搅动 一尊巨魔凝聚成形 便是化为千丈古魔手持长枪 一道露天图神的玄奥枪法 携带着滔天的煞气向着玄天大地本人洞穿而去 轰 一拳落下 玄天大殿微微一颤 却依旧是向着下方镇压而下 刷 枪芒漫天 似要屠露天地生灵 势不可挡 玄天大地神色淡然双手掐动之间 一个阴阳法应便是当空凝聚而成 向着那漫天枪影镇压而下 生生将之湮灭在阴阳之中 哼 大力魔尊冷恒一声 身躯连退 不过如今的他却便不是如当初那般没有一战之力 在得到了陆天魔王这具魔区为媒介之后 他的实力俨然达到了一个巅峰 只是比起生前略有所不及罢了 相比大力魔尊 玄天大地没有肉体为寄居之所 神魂之力难以持续力量有限 所以也难以将前者给一局抹杀而去 却也可以凭借那玄妙的奥义将之给稳稳压制住 轰轰 屈空之中 大力魔尊借助入天魔王之躯 不断向着玄天大地发出猛烈的攻击 那般恐怖的能量波动扩散开来 使得附近所有的修者都是连连后退 优明鬼母及玄灵王率领着众魔连连后退 现在正是大好的机会 韩羽见玄天大地将大力魔尊给抵挡了下来 心中一动 便是向着纳德准备撤退的紫月略去 他因玄印催动出来 将那一道道吞噬之力斩去 柳仁唐等人也是趁机出手 如今的他们增加了韩羽及血英两名强者之后 气势比起魔族丝毫不弱 在陆天魔王被拖住之后 还占据了一丝上风 正是灭杀众魔的好机会 紫月 我是韩羽 你可还记得我 韩羽元神凝聚音波向着那眸光空洞的紫衣女子 呼唤道 紫月眸光空洞 似乎有所动容 那些吞噬攻击都出现了短暂的停滞 这小子果然和这丫头认识 幽冥鬼母一脸阴森 眸光略过虚空桥的那节节溃退的大力魔尊后 向着玄灵王道 我们现在局势不妙 只怕难以斩禁这些家伙了 第1286章魔血染天 的确是有些棘手 玄灵王也是一脸阴沉道 不如我们就此撤离此间往后再图谋大事 带得我魔族付出血欲 这些家伙可不重要 再说这丫头 对我们也至关重要 可不能有所闪失 其实他的内心 已经被玄天大地的气势所振折 这只是他退却的借口罢了 如此我们便就此退去 幽冥鬼母说道 陆天魔王有着大力魔尊附身 应该可以安然退去 撤退 玄灵王点了点头 突然大声喝道 与此同时他手掌一动 有着一尊紫金色光照浮现出来 将他和身后的众魔护持住 近千亿魔再得到了指令后便聚集在一起 要就此撤退 啊 似乎接到了指令 那方才有着几分迷离光芒浮现的紫月脑海 突然一颤发出一声 犀利的惨叫 他一脸痛楚 努力挣扎 神色变化不停 某种偶然露出几分光彩 似乎恢复了那么一丝神智 将前方那青年给盯着 寒 一个寒字艰难地吐出 不过 这个字也没有完全吐出 他的神念便是被完全镇压了下去 呼 紫月眸光变得空洞无比 一脸冰朗 周身吞噬之力席卷而出化为一道道 历刃要将那的青年给一举击溃 他的身形却是急速后退 似乎要急着撤离此处 不 韩宇眉头一动 身上气势凌厉 破除道道吞噬之力 朱灵还不出手 他的原神咆哮道 如今的韩宇在面对紫月的吞噬之力 也难以占据几分上风 别急 朱灵突然小手 掐动 一股阴阳纹路凝固出来化为一个玄奥无比的明文 明文浮现 玄疾朱灵首觉引动便是掠出了韩宇世海 大道阴阳普照天下 明文浮现后 朱灵法觉引动 韩宇头顶那阴阳太极图不断膨胀 瞬息便是遮天蔽日 将那吞噬气旋完全覆盖 一道道玄奥的阴阳纹路垂落下来 好像那株连一般将紫月的退路给封住 刷 韩宇趁此全力催动英玄印斩掠了前方的吞噬之力 紫月 是我 我是韩宇啊 你不记得了吗 我们在太岩山脉相遇你不知道了吗 一道道呼唤之声随之响起 要唤起紫月的回忆 让他心神松懈好找到出手的机会 韩宇 紫月的睫毛为颤 嘴角终于是吐出两字 在不断吞噬凝练那些阴阳奥义 他的气势不断增加 那股对于神魂束缚有些松懈了起来 使得他恢复了短暂的神志 翁 趁此 英玄印斩掠了紫月身前的吞噬之力 一道阴阳明文便是带着一股圣洁之光 没入了他的脑海 这小子 不断影响着月儿的心神 得速速离去 幽冥鬼母很快发现了异常 额头魔纹闪烁 向着紫月的心神发去命令 与此同时 他手掌探出一颗巨大魔球便是呼啸而出 呜呜呜 这魔球就好像是一个鬼胎 争鸣无比 好像有着肉身 里面却有着无数阴魂凝聚 发出一阵阵犀利的嚎叫之声 魔抓舞动 似乎要破胎而出 一股恐怖的气息波动弥漫开来 让得那笼罩着紫月的那一道道阴阳明文 都是猛然一颤 似要就此崩碎了开来 好邪恶的气息 那魔球呼啸而来 那般邪恶的气息极可怕的波动 便是远处的楚言都人都是唯唯一颤 正要出手的时候 那玄灵王似乎也是知道情况紧急 口中吐出一口魔血 化为一个魔印 没入手中的一尊至宝之上 顿时一道紫金色巨爪 变化为一只千丈巨爪 以洞穿天地之势 向着楚言及高震等人探去 轰 就在此时 魔球轰击在阴阳光幕之上 一股狂暴的波动肆虐开来 犀利无比的嚎叫之声突然响起 似乎有着万道魔魂就此自爆 将那阴阳光幕就此轰碎 谭羽身形一颤 感觉着一股邪恶无比的气息轻浮而下 魔影闪烁在他身前自爆了起来 好邪恶的魔术 谭羽眉头一皱 身形连忙退出万米之外 还不退出 幽冥鬼母催动着那些 从魔球之中破出的魔魂 向着寒雪与柳人 唐寒雨等人自爆而去 以此将众人逼退 叹力喝一声 紫月便是吸带着一股吞噬之力 退出万米 走 此刻 在幽冥鬼母身后 已然有着一个黑色的气旋 涌现而出 那的气旋似乎连接了天地空间 他向着玄灵王喝了一声 带着紫月便没入了那气旋之内 露天 我等先行一步 你速速退去 玄灵王向着原楚吼道 纵使这些家伙逃过此劫 我们魔族付出的步伐 依旧不可阻挡 终有一天我们会扫荡各族 说完他也是向着那气旋没入 可恶 一道道魔魂自爆开来 江寒雨等人都击退原楚 带着他们稳住身形 眺望原楚 却是发现那些魔族修着 已经是尽数没入那气旋之内 就要消散于空 蒋陶 原楚 玄天大地似乎感应到了此间魔族的动静 当下手掌一动 凌空虚点 道 碎空 一指点出 穿透了空间 直接是落在了原楚 那个逐渐消散的气旋之内 翁 指盲落下 虚空崩裂 那个空间气旋也是就此崩塌 一道道凄厉的惨叫之声 似乎从虚无之中响彻开来 久久不绝 在这片天地之间回荡着 玄疾只盲消散 那片虚空恢复平静 依稀可以看见有着魔血挥洒而下 化为血雨落在了下方的裂缝之中 邪气凛然 在玄天大地一指之下 俨然有着无数的魔族修者没有及时脱离 见此血域的修者都是输了口气 想必这一击魔族也是损失不小 伤到了几分元气 紫月 谭宇却是嘶声咆哮 壮若疯狂 周身掀起一道道 骇浪向着四方震荡开去 那丫头及时顿离了这片虚空 朱灵说道 她还没有死了 哦 谭宇露出询问 那悲愤的心情中是有所平息 我在她体内肿下了一道阴阳神闻 可以感应到她的气息波动 朱灵说道 那她的束缚 谭宇问道 本来她想趁此解决那幽明鬼母 哪知这魔女手段甚多 此次还差点被那魔球之中万千自爆的魔魂所伤 更别所将之拿下就此斩杀了 魔族的底蕴远非她想象这么简单 我种下的神闻可以保持她本心 只要等她以后实力有所增加神魂再强大几分 自可慢慢地破除那魔魂的束缚 不用多久她便可以摆脱那幽明鬼母的束缚 朱灵说道 她此番可是积蓄了不小力量 岁须二重天之境也不过是指日可待 待得她再进一步踏入岁须三重天之境 在她有所准备下一般人岂能束缚于她 希望她不会有事吧 谭宇叹息一声 现在她也只有唯子月祈祷了 她对魔族有着极大的作用 应该不会有事 朱灵说道 谭宇点头 紫月的特殊体质却是有着莫大的潜力 谁也不会轻易将之给回去 全天老鬼 你这老不死的家伙 一缕神魂也杀我如此多的魔族而狼 本尊 今天便和你拼了 大力魔尊发出一道歇斯底里的咆哮 突然周身魔气涌现 化为一尊巨魔 便是向着远处的玄天大地扑去 他所过之处 虚空都是为之崩碎了开来 不好 这家伙要自爆残魂 柳仁唐等人眸光都是一尘 这大力魔尊实力滔天 他的残魂自爆 可是非同小可啊 惊骇之下 一些低阶修者都是退出十万米之外 要自爆 全天大地眉头也是紧紧一皱 一只万丈大小的阴阳巨掌便是当空镇压而下 与此同时 他发觉引动玄天殿便是护持在身前 似乎他也是不想被大力魔尊那自爆之力波及 毕竟 如今的他只是一缕神魂 没有肉躯难以承受如此冲击 轰 剧长方才落下 那魔魂便是就此爆裂了开来 滔天魔气好像是火山一般喷勃而出 直接是将那阴阳剧长冲击的支离破碎 随后一道道魔气被大力魔尊那残留的魂念 携带着化为万千魔龙向着玄天大地肆虐而去 整片天地都被一股恐怖的力量充斥着 东 无数魔龙冲击而来 玄天殿不断战动 发出真正惊天动地的撞击之声玄天大地 双手引动 法应落下 将一道道魔龙击溃 只是在这般消耗之下 他的神魂之力不断减弱 哼 最后 魔魂溃散 一声温响震荡开来 却见得玄天大地的身躯也是伴随着那玄天殿被震飞万米之外 他的气息也是缠弱了起来 已然没有了先前那般气震山河的霸气 这些魔族倒是狠 玄天大地微微摇头 瞅向前方那片不断崩裂的虚空魔中露出几分凝重 真不知下次魔族复出 是否有能可以力挽狂澜 挽救这片天地的众生 前辈 见得玄天大地退出万米 气势锐减 寒雨连盲顿过虚空落在了他的身边 道 这大力魔尊在魔族也是仅次于魔族的级别 虽然身隐 这凝聚而来的魔魂也是不容小觑 全天大地一脸悲天悯人 道 如今我这神魂耗损严重短时间内只怕也难以帮衬到什么了 以后的道路你可得莫要攜带 若是阴阳相合 一举踏入碎虚境 你想必会达到一个高度 有着与魔一战之力 不久后 晚辈便会去寻那阳选印 谭宇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自然知道玄天大地指的是让他去继承阳选印 好一举踏入碎虚之境 如今才能达到更高的程度 玄天大地连连点头 对于这个青年他也是充满了期许 嗡 突然 远处虚空一阵蠕动 却见得那路天魔王魔掌探出撕裂了虚空 就此消散在这片天地 这家伙逃走了 柳仁堂等人顿飞而来 向着玄天大地失礼 在见得路天魔王盾离后 不由叹了口气 露出几分惯惜 第1287章魔王的交谈 以后这片天地便看你们守护了 全天大地似乎对路天魔王的顿离便不以为意 瞅了一眼身边那几位会集而来的碎虚静修者 露出几分祥和的笑容 说道 晚辈定将竭力抵御魔念 柳仁堂等人一脸振奋 高声道 我等定将以大地为榜样 誓死守卫这片天地 血域的修者在下方皆是公身 高昂的声音响彻天际 能见识到这位传说中的人物 他们都感到无比的荣幸 好 好 全天大地连连点头 沉声道 只要我人足子民 尚有着一丝热血在身 便永远不会覆灭 说完 他化为一道虚影 便是没入了玄天殿之内 我们一定会竭力斩磨 望着那逐渐消散的人影 血域众人心勇澎湃 韩语法绝一影 玄天殿便没入了 他的体内阴阳神徒 也是就此收回 众人扫视着这片天地 露出一脸唏嘘 如今虚空狂暴的波动逐渐散去 只是下方那崩碎的山栏 包陷的大地却依旧提醒着众人 魔族是何其强大 他们绝不能有着一丝懈怠 毕竟 以后可不会每次都有着 玄天大地出手力挽狂澜啊 现在我们赶回血域吧 稍许后 柳仁堂向着众人说道 楚言等人皆是点头 此次韩语获得了 英玄印极玄天殿的传承 韩雪英也是得到了阴阳之见 他们的目的也算是达到了 该前往血域镇守 可不能让魔族有着一丝可乘之机 很快众人便构建了传颂阵 回到了血域 这一次 血域各族修者皆是有所提升 不过 经过和魔族一战也死伤了不少的修者 重伤的也不计其数 回到血域后 众人便马上闭关调席争取早些恢复实力 随着韩语和韩雪英得到传承 血域的整体力量也是有所提升 不过众人却是知道魔族更是不容小觑 他们此番虽然有些损伤 却谁知道那些潜伏的异魔到底还有多少强者了 回到血圣宫后 韩语等人便是从灵溪等人口中得到了消息 果然在他们前去悬天大地那传承之地时 魔族一些强者便向着血域掌控的一些禁地杀去 企图将那些被封印下注的族人解救出来 好在血域早就有所防备 所以便没有造成很大的后果 回到血圣宫后 韩语开始了闭关调席 在和幽冥鬼母最后一战 他险些被那万千魔魂自爆重伤 虽然没有大碍却也有所波及 此刻局势紧张 他必须将自己提升到最好的状态 可恶 这次我们魔族损失不小啊 在一处优身无比的地下世界里面魔气生腾 邪气领然 露天魔王扫尸了一眼 那些伤势不清的魔族人 不由发出震怒吼 这次是被玄天那老鬼搅局 才会如此 全灵王说道 不知那玄天大地如今气势如何 他被大力魔尊重创 那旅神魂已经气势不在 露天魔王说道 他想起那玄天大地的身影 魔中依旧有着几分惊恐 这或许将是他记忆之中一个难以磨灭的阴影 那便好 全灵王道 没有了玄天大地搅局 下次我们付出之时必将横扫血域 也是这次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露天魔王眉头一皱 此次他们的计划被生生提前了一年 他深吸了口气 眸光灵力 瞅向旁边道 对了 千焕王那边有消息了吗 千焕王 他们被血域一些人族老鬼阻止了 全灵王说道 此次也只是解救出了一些低阶族人 那些魔尊大能 便没有能出来 他们所镇压之物也是不容小觑 那便等下次我足准备好再动手吧 露天魔王眉头一皱道 鬼母 你没有事情吧 那小子 不仅毁了我的父母 还害得我连那凝聚近千年的魔魂都被浩劫一空 幽明鬼母缓缓睁开眸子 露出一道猙獰无比目光 道 下次我一定要将他亲手宰了 那小子获得玄天大地的传承 虽然没有踏入碎虚境 那底蕴也是不容小觑 以后倒是个麻烦 全灵王说道 对于因玄印的威力 他也是感到有着几分心计 若是开启了无极界域 里面有着魔魂万千 若是你能将之凝炼 实力必将倍增 便是踏入魔尊之列也是大有可能 露天魔王道 到了那个时候斩杀那小子还不是轻而易举 无极界域 又名鬼母眉头一皱到 哪里可不是那么容易破除得了的啊 全灵王也是连连点头 他们魔族谋划多年想要活的那些破除封印的神物 却也未能聚齐 聚那边的几位元王兄传来消息 无极界域周边的封印 已经有所松动 就算不能破除里面的封印 外面也一样有着千万魔魂 露天魔王说道 再者几位魔尊也是要恢复了 往后在他们的主持下 我魔族大军便将横扫这片天地 一个狂霸之气在露天魔王的那双眼瞳之中弥漫而出 下一次 我魔族付出之势 将无人可抵 全灵王等人都是连连点头他们自信 这片天地再也无人可抵挡他们的脚步 我们先调养一番吧 幽冥鬼母道 这丫头 也不知出是为何先前一直不安分 看来的重新凝聚魔纹了 不然 带得他实力再有所进步 我也难以控制他的神魂了 呵呵 他可是我魔族一大杀气 只要他实力再有所精进 以后也可以协助诸位魔尊破除无极界域的封印 当然 若再得到了各族的那些圣气神物协助破除封印 那便万无一失了 全灵王露出满脸猙獰 魔光眺望虚空似乎已经看到了魔族君灵天下的一天 却圣宫内 韩宇清吐了一口气 那双禁闭的魔子终于是缓缓睁开 他魔子一动 掠过一道灵力的光芒 便推门而出 化为一道流光向着远处的山巅顿去 大殿之中 灵溪等人正在商议着一些血域的事情 一道身影便是飘然而落向着大殿走来 已完全恢复了 见得韩宇到来 血域的几位长者那凝重的神色都是唯唯一松 魔中有着几分蜥蜴的光芒浮现 手掌伸出示意他落座 最近魔族可有异动 韩宇问道 他闭关足有半月对于外界的事情也颇为关切 在血域的魔族已经没有了异动 他们似乎潜伏了起来 灵溪谋路凝重说道 不过 我担心他们在谋划更大的阴谋 下次付出之时必将惊天动地 那将是一场血战 关系着整个天地局势 大殿内 柳仁堂等几位长者都是露出凝重之色 如今应该便是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短暂平静了 韩宇肃然 现在也只有等候魔族付出了 前些时候 玄狱也遭到了魔族出手 灵溪突然说道 他们得知了你获得了玄天大地传承仪式 想要让你去玄狱一趟 是是可否获得羊玄印 如此阴阳合一 你必可再进一步 玄狱我会找个时间去 韩宇说道 不过 我现在却想离开血域一段时间 不 灵溪等人眉头都是一皱 还有什么事情比继承阳选印还重要 我要去故土 看望一些族人 韩宇说道 韩宇哥哥 我也要去 殿外飘来了一道清零的声音 却见得白衣飘飘一个宛若神女一般美艳动人的女子便是踏空而来 走向了这处大殿之内 这赫然便是寒血英了 你也去 灵溪眉头一皱 不由为她们的安全担忧 血英你便待在圣宫吧 韩宇眉头一动 不由丑向那少女 想要劝阻她留下 毕竟外面情况不明 还是先在此安全 不么 我也好久没有见娘亲了 我要去见她 韩雪英嘟囔着小嘴交称一声道 如今魔族四起 人家不见到娘亲 不放心 哪里还有着那么多的族中姐妹了 好吧 那你也随我去 韩宇想了想说道 她现在也有几分底蕴 只要此行不被魔族知道 他们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毕竟血英现在也是踏入了碎虚境啊 要不要我们派艺人随你们一起去 柳仁堂还是有些不放心 想了想随后说道 不必了 韩宇说道 如今血液魔族潜伏不出 却不代表他们不会有所行动 你们渴得在这里镇守 不然一旦有什么事情 对于血液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啊 那你们渴得小心了 若有事随时传讯 灵溪想了想说道 夏淫轩等人沉默不语 他们自然不希望这个青年出去冒险 只是谁又没有亲人 在如今天地局势为难之际 韩宇要去见那些阔别已久的亲人 也是人之常情 他们也不好阻拦 你们放心 我会小心的 韩宇说道 灵溪等人点点头 我想先去一趟血液禁地 韩宇突然说道 去哪里 灵溪等人一愣 在哪里有着一位前辈镇压着一尊一魔 当初我受到了他一些恩惠 想趁此替他将那一魔给解决了 韩宇说道 高震如今便去哪里镇守了 你到时可以找他 他如今正愁着无法将一些一魔彻底抹杀了 柳仁堂说道 当初血液禁地及诸多封印着魔族强者的地方被偷袭 血液诸多强者为了免除后顾之忧 便决定索性将一些一魔给彻底抹杀掉 只是对于一些强大的一魔 他们却感到有些束手无策 只得加持阵法将之继续镇压了 第1288章再入血液禁地 高前辈在哪里吗 韩宇眉头一挑 道 那么我便去找找他吧 倒是你一切可得小心 柳仁堂说道 韩宇点头 在和血液的几位长辈寒暄几句后便就此离去 雪盛宫之内 韩宇和九星盟的修者聚集在一起 王主 我们也要和你回去故地 来自八宫的青年谋光火热 要和韩宇一起离开血液 他们来自狱外 离开亲人许久 也想要去看看那些族人有没有被魔族肆虐 好 那么我们便一起出发吧 韩宇说道 少雷等人谋中皆是有着火热的光滑涌现 当年他们和这个青年一起在狱之战内展露头角 如今终于是踏上了一个巅峰 达到了一个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度 只是心中对于亲人的那份思念确实依旧 不管达到了那个地步这份情勇不变 至于另外一些血液的修者则是便没有一起随同 他们的根在这里也有着亲人想要去探视 也该是回去的时候了 韩宇眸光一宁 抬望虚空露出满脸唏嘘之色 如今他已经离开大秦王朝太久太久了 他找来了九炎天龙也是将此事告知了他们 也好 我正要去那里一趟 九炎天龙听后摊了摊手掌 说道 熬谦谦和熬猎都没有反对的意思 那我们即刻出发吧 韩宇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雪域 去看一看那些故人 不过 在此之际 他的先去雪域禁地 当初他在哪里也算是得到了那位前辈秦刚的帮助 若不是那一颗阴阳圆珠珠灵也不会恢复的那么快 当初在遇到洛森突袭的时候只怕也是难以抵挡后者那一集 算起来 那位前辈间接救了韩宇一命 再者那位前辈不惜浩劫元神之力镇压一魔 如此大意也让人敬佩 雪域禁地 突然有着气旋搅动 韩宇及韩雪英等人便是出现在了这片虚空之中 放眼望去 前方有着一片巨大的光幕散发着灰色的波动 那般波动比起当初他们来此之时俨然要强势了许多 这是后来雪域的强者加持了静止威力的缘故 看来那些一魔还真是来过这里啊 韩宇眸光一动 便是看到了下方大地那崩裂的裂缝及深邃无比的巨坑 四方的空气之中依稀还着一股魔气在缭绕 熬猎等人都是一脸凝重 如今魔族复出 各大族都难免受到波及 他们也只有竭力斩魔了 韩宇眸光扫动 突然眸光一动 便将视线向着一处虚空瞅去 在那里有着两道流光急速盾来 呵呵 韩小哥 你来了 高震踏空而来 魔中金光闪烁一脸笑容显得颇为热情 刘兄 这位便是韩小哥 正是他得到了玄天大地的传承 他以后可是我们人族的希望啊 在高震身边还有着一个身辈常见的中年男子 名为刘青山 正是后生可畏啊 刘青山瞅了一眼 韩宇微微点头道 见过两位前辈 韩宇向着两人抱拳一笑 李这次是来禁地里面 高震也不客套直接问道 当初在里面遇到了一位前辈 此番想来此看看能够帮助他一些什么不 韩宇说道 在这里面 一共封印着六尊一魔强者都有着那玄灵王那般实力 那强者更是比起路天魔王还强 想要将他们彻底抹杀可没有那么容易啊 刘青山说道 去试试吧 韩宇说道 恩 高震说道 韩小哥得到了英玄印那等神物 再者他手中那阴阳神徒也是傲益无穷 有着克制一魔的神效 动起手来应该会比我们有着几分优势 说完 他们便是法觉引动 将前方的静置给一举开启 你们进去吧 刘青山说道 我在此守护 高震点了点头 这里面镇压的可是魔王级别的一魔 绝不能疏忽 若是被魔族趁机进入里面 等他们再发现 那可就来不及阻挡了 便是放出了一尊一魔 也是对血玉局势有着莫大的影响啊 韩宇等人也不多说 随高震一举进入了里面 禁地里面 虚空依旧有着丝丝魔器肆虐 韩宇谋光略动很快便是确定了前方一处方位 那里正是当初他和黎龙所遇到的天云山脉 咻 身形一顿 不消片刻寒雨便是出现在了那山脉的虚空 如今已经触及碎虚境的他 那顿飞的速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常人难以气急的地步 远不是当初他那半步因玄境时可比 是那座封印之地 高震眸光一动 很快便锁定了前方的一处山凹说道 前些时候我便进入了里面 那位前辈似乎已经有些难以镇压那尊一魔 所以我加持了一下大阵 可惜我手中便没有神物 难以一举将那一魔给斩杀 那我们一起合力出手吧 韩宇说道 如今他们这里算起来也有几分底蕴 想必还是可以将那一魔给抹杀的 当年的封印依旧在 气势还变得更加棒薄了起来 高震法觉引动那片山凹之中云雾散去 很快便是出现了一个高大的祭坛 在上面一根根锁链相互缠绕 化为一个庞大的巨阵 将下方的一魔给镇压着 韩宇向着前方走去 当年的一幕浮现新来 走到前方依旧有着一尊王 坐在哪里孤及的屹立着 他目光抬起 瞅向前方震台 一丝灵力掠过天际 阴阳流转似乎洞穿了阵法 穿入了那下方魔器滔天之初 吼 似乎感应到了寒宇的到来 里面传来了一道狂暴的咆哮之声 似受似魔争鸣无比 这音波震荡开来 宝千千等人都是连连后退 这是一尊 八臂兽魔 据说是一种 极为嗜血 凶残狂暴 那般战力在魔族之中 也是少有人可比 他全胜时期 只怕已经达到了 岁须三重天那般境界 高震说道 若不是此魔被镇压万年 他也不敢抱着一丝想法 说要来将之抹杀 八臂兽魔魔 谭宇眸光一动 细细感应而去 却是发现此魔依旧有着 堪比岁须两重天之境 如此存在 一般修者想要将之彻底抹除 倒是有些棘手啊 那么 便动手吧 谭宇突然嘴角一瞧 道 高前辈你催动阵法镇压他 待我进入里面 将之彻底抹杀 你要进入里面 高震露出几分凝视 那可是堪比岁须两重天的存在 那般战力 不是幽冥鬼母以阴魂凝聚成的 附魔可比 他有着肉身在 战力无穷 绝不会那么轻易被抹杀 放心吧 谭宇说道 他想杀我 还没有那么容易呢 那你小心些 高震略为陈寅 玄机点了点头 此子得到了玄天大帝的传承 当初玄天大帝虽然被大力魔尊魔魂自爆伤得了那神魂 不过还是有着几分气势 想必足以应付这等存在了 谭宇哥哥 我随你去 见谭宇要进入了那祭坛深处抹杀那一魔 谭宇连忙说道 不用了 谭宇笑道 你在外略阵便渴了 不然 没有人守护我可是难以竭力出手啊 雪英姑娘便留下吧 高震说道 是啊 敖千千也是说道 韩公子 应该可以应付的 敖烈也是点头 如今这个青年的实力可是远给常人可以想象啊 那你小心 谭宇抿着嘴唇 说道 恩 谭宇摸了摸雪英的长发 一笑 便是飘入了阵台之上 高震法觉引动 前方阵台 便是出现了一道裂缝 里面有着魔气疯狂涌现而出 魔念汹涌似乎那里的一魔想要征突而出 给我滚回去 谭宇冷恒一声 音悬应便是浮现而出 将那些喷涌而出的魔气给镇压回去 同时他手掌一动 一面法牌便是出现在手 请刚前辈出来吧 他的神是没入了法牌里面 嗡 法牌突然光纹闪烁 一股棒薄的精力波动便是冲天而起 一个中年男子缓缓浮现而出 此人赫然便是秦刚 留在本命法牌之内的神魂凝聚而成 你要进入里面 秦刚凝聚成形 魔光扫视四方略带迷茫 很快便是发现了自己处于封印之口 如今只是破除了高震的封印禁制 下方还有着他留下的禁制 恩 谭宇说道 当初晚辈答应过前辈 如今终于是可以来兑现诺言了 不 秦刚眉头一掠 扫视了寒宇一眼 谋中一抹惊叉浮现而出 半步随须之境 如此浓郁的天地之事 莫非这是阴玄印 你得到了玄天大帝的阴玄印传承 当秦刚发现了寒宇深浅的阴玄印后 谋中金光闪烁 露出一脸振奋之色 这时间也只有玄天大帝所演化出来的阴玄印 才有如此天地奥义了 这正是阴玄印 寒宇点头 呵呵 看来真是天助我也啊 秦刚开怀大笑道 来 便让你我合作将此聊彻底诛杀 他被我镇压了万年 也该隐灭了 说完他脚掌踏出一步法觉引动 前方的封印突然光滑闪烁 一个气旋便是浮现了出来 你可得小心了 此聊肉身极为强悍 秦刚提醒道 晴刚提醒道 韩语抱拳 身形一晃 便是没入那个气旋之内 吼 售吼之声再次响彻开来 下方的魔器涌动 不停地向着那封印震荡开来巴臂受魔 感到了封印的松动 要破印而出 这一次 本作一定要将你灭杀 秦刚谋光灵力如刀 身形一晃便是化为一道道光影 没入了封印之内 开始与里面的神魂融合 一起镇压此魔柱含语动手 第1289章抹杀巴臂受魔 秦刚融入阵法之内 使得阵法气势暴涨 外面的高阵也是催动他所布下的阵法 与之一起镇压那巴臂受魔 顿时下方那汹涌的魔器 以及滔天的咆哮之声皆是有所减弱 呼 祭坛深处 魔气涌动 四方魔云缭绕 一尊千米之高的巨魔便在祭坛空间之内 不停咆哮 八条巨壁不断舞动 似乎要挣脱束缚 顿离这处封印之地 魔气之中突然有着一道法印轰击而下 韩语便是出现在了这个祭坛空间之内 这便是巴臂受魔吗 韩语眸光一动 便是发现了下方的一尊巨魔 这巨魔模样猙獰 身有巴臂 甲咒片部 头四老虎 散发着一股凶兽的暴力之气 只是它体型却和魔族相似 俨然就是一个魔兽和魔族的混合体一种存在罢了 八臂受魔如今被一根根锁链给束缚着 那些锁链在它身躯的不停挣脱之下不停战动 发出劈啪之声 绷执得好像随时要断裂 好像那些锁链之上有着一道道魔纹从上方的封印之力下蔓延下来 使得那般束缚之力不断增强才没有被此挣脱 那里来的小儿 快放本王出去 不然本王将你吃了 八臂受魔咆哮一声之后 凶狠地盯着那突然出现的韩宇 吼道 吃了我 韩宇眸光见朗 道 我便是来终结你性命的人 大言不惭 八臂受魔冷恒一声 张口一吐 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受魔须隐凝聚而成 便是向着前方的韩宇扑去 那八臂舞动好像一尊天王气势汹汹 音悬应 正魔 韩宇法觉一动 身前的音悬应光滑闪烁 化为一个千丈大小的巨印便是向着下方镇压而去 嗡 音悬应镇压而下 空间震荡 魔气溃散而逃 那尊八臂巨魔几乎是好像肉饼一般就被含鱼给震溃 化为虚无 随后法应趁势而下 将那巨魔本尊封锁一举震下 哼 八臂受魔魔露凝重 身上煞气涌现 一道巨大的兽影迸发而出便向着那音悬应抵挡而去 想要将此极硬抗下来 不过 就在此刻 他身上的锁链光纹闪烁 似要将他魔躯撕裂 被比的家伙 八臂受魔咆哮一声 知道是那秦刚竭力出手要联合着青年灭杀他 当下面内魔血涌动 连忙分出几分气力抵挡那锁链的带来的那股撕裂之力 轰 在气力的分散下 应悬应一举将此魔的抵挡之势击 轰击之他那巨大的魔躯之上 咚 法应落下 八臂受魔直接是被镇压的贵服在地 整个祭坛空间都为之战斗了起来 可恶 八臂受魔怒恨一声 发出道道魔吼 让得外面的修者听后不由心寒胆战 全天殿镇压 不等八臂受魔聚集力量 韩语法觉一动 玄天殿已经呼啸而出轰击在全者身上 应悬应 全天殿 韩语不断地发出猛烈的攻击 在秦刚及高震的配合之下 八臂受魔竟然没有一丝抵挡之力 咦 本王要和你拼了 八臂受魔怒吼一声 想要站立起来拼命 可是应悬应马上就是轰击而下 将之镇压的贵服之地 身上魔气溃散 气势锐减了下来 这家伙肉身还真强悍 如此还没有被镇压而亡 韩语却是没有一周弱势一般人 只怕早就已经被镇压的肉身回去 神魂都要崩溃了 怪不得连那高震都没有一点办法 让我来收拾它吧 朱灵的声音传来 恩 韩语点头 呼 突然 朱灵略出世海 与它同在的还有着阴阳神珠 阴阳围盗 包罗天地 朱灵小手掐动 那阴阳神珠突然光滑暴涨 绽放出一片玄奥的阴阳之光 晦瑟而下 魔气好像是白雪一般禁数消散 被阴阳融合 随后一个巨大的阴阳太极气旋浮现在空 向着八臂寿魔镇压而下 这阴阳太极图正是那神图所化 如今阴阳神珠和神图相互配合 催动出来的阴阳奥义 玄妙无比 似乎融合了天地 万物皆在它的掌控之中 气旋搅动时 那八臂寿魔体内的魔气 好像是气球里面的气体 突然被一股抽干 它整个魔区干扁了起来 随着朱灵的实力不断恢复 它催动起着阴阳神珠 所发挥出的气势 也是达到了一个不可想象的地步 便是旁边的寒雨桥后 也是暗暗杂舌 露出了满脸震撼的模样 啊 感受着体内的魔气消逝 八臂寿魔发出一声 凄厉无比的嚎叫之声 去死吧 寒雨心中一喜 手臂一伸 七条锁链好像是灵蛇一般掠过天际 向着那八臂寿魔脑海没去 直接将他的魔魂一举击溃 一举击灭之力也是扩散开来 将之魔魂彻底湮灭 这天阳夺魂所如今的威力也是倍增 一尊一魔就此被灭杀 解决了吗 外面 韩雪英等人听的魔吼之声 作然只些魔中皆是露出满脸诧异之色 这也太快了吧 的确解决了 高震露出满脸喜色 凭借着阵法的感应他可以发现那八臂寿魔已经彻底湮灭了 没有想到韩小哥有如此抵运 看来此次这里的一魔不用愁解决不了 韩宇也是没有想到这么轻松就解决了八臂寿魔 这里除了朱灵的功劳和秦刚级高震的出手遏制也是有着莫大的关系 不然朱灵可不会贸然将阴阳神珠催动出来 出起来这算是四个高手一起出手才将死魔斩杀 韩宇收好诸多宝物 盾出了祭台 祭台魔器消散 阵法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却见得虚影凝聚 秦刚不是出现在了这片虚空 飘然落下 前辈想必便是镇压八臂寿魔的存在了吧 见到秦刚飘然落下 高震等人立即施以晚辈之礼 虽然此位已经失去了肉身 实力不复巅峰时期 不过此人如此大义 足以让众人敬服了 诸位不必多礼 秦刚摆了白手 玄机眸光一动便瞅向了韩宇 一脸唏嘘说道 没有想到只是阔别两年 你便已经踏入了这般境界 如此规律真是让人羡慕啊 秦刚不仅看到了韩宇 催动英玄应及玄天殿 还发现了阴阳神珠那等宝物 很快便明白了后者 为何可以得到玄天大地的传承 一时也是唏嘘不已 自己当初倒是做了个好决定 呵呵 还好晚辈来得及时 倒没有让前辈将神魂禁术浩劫 韩宇笑了笑 如今感应而去 依旧可以发现这秦刚元神之强大 丝毫不弱于自己 应该堪比纳吉灭境的恋神修者了 万载过去 如今出来 已经是力所不及了 秦刚一脸叹息 瞅向高震等人道 前些时候似有魔族来袭 想必他们也是将要付出了吧 他虽然竭力镇压八臂受魔 却依旧可以感应到外面一些波动 如今魔族已经来袭 不过 暂时被我等给抵挡了下来 高震说道 秦刚眸子一眯 那倒虚影之身露出一脸凝重 当年他也算是一尊强者 斩杀无数魔孽 只是如今元神实力不在 也失去了肉身 再也难以帮衬到什么了 前辈无需担忧 你的肉身依旧完好无缺 晚辈此次也寻得了衍生神拳 正好可助你一举恢复肉身生机 韩宇说道 神嘛 衍生神拳之水 秦刚眼睛一亮 恩 韩宇点了点头 道 我兄弟便是以此神水获得了重生 呵呵 如此 老夫倒是地好好感谢你了 秦刚整个人顿时精神一震 他当初也见过九颜 如今再一看 便发现了那熟悉的气息波动 当下不由朗生一笑 前辈太客气了 韩宇说道 您不惜以浩劫元神镇压磨涅时 乃我辈的楷模 晚辈自当为您效力 一起斩尽磨涅 呵呵 韩小哥如此明白事理 时乃苍生之幸 秦刚一笑 道 那便让老夫逝世 可否借助那衍生神拳重获生机 他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重获新生了 韩宇将恋御鼎取出 让秦刚进入里面的衍生神拳之内 纳楚神拳当初被朱灵给一举射入了顶中 经过里面的特殊时间也是衍生出了不少的神拳之水 加上九炎天龙上次用后还剩下一些 想必也足以让那秦刚恢复肉身了吧 我们去解决另外几尊一魔吧 剑德秦刚进入炼狱顶内修炼后 高震说道 如今解决了八臂兽磨 他也是随之信心暴涨 要趁此将另外几尊一魔彻底抹杀才是 好 那我们便合力去将另外几尊一魔斩杀 韩宇点了点头 若趁此将那些一魔彻底抹杀 高震他们也可以抽出身来去应付别的事情 如此可以缓解血欲强者不足的短处 很快 众人便是顿出了这片山凹 向着禁地另外一处虚空顿去 在韩宇和高震的配合之下 一尊尊一魔终于是被彻底的抹杀 如今的朱灵催动起阴阳神珠 戏事滔天 可以吞噬萧荣一魔身上的力量 足以应付那些堪比碎须两重天之境的一魔王 好在这里的一魔王被镇压了万载 戏事都已经不复当年 所以也没有那些堪比碎须三重天的存在了 不然便是他和朱灵合力出手都有些难以立即啊 在韩宇等人将血欲禁地那几尊封印的一魔王抹杀的时候 秦刚也是借助衍生神拳重获新生 他本来就肉身尚在 只是失去了生机 比起九炎天龙完全毁去了肉身 恢复了起来要容易许多 恢复肉身后 晴刚炼神一道的修为也只是极灭之境 在炼体一道确实差了很多 体内阴阳宫之内阴阳之气全无 不过 他身前是涅槃境的炼神强者对炼神一道感悟犹在 只要好生调息一番 一样可以恢复到巅峰之境 只不过的需要些天地灵粹补给晶元罢了 第1290章在灵月府之地 都出来了吗 刘青山眸子一眯 带着几分骑许将前方那片被静置封印所笼罩的天地 喃喃道 血欲禁地之上 光滑蠕动 一道道身影便是从哪里掠出 禁地之中的一魔都解决了 这时 刘青山身形一晃 落地说道 都解决了 高震一笑 道 这次多亏了韩小哥啊 不 刘青山一愣 随后便是瞅向旁边的秦刚 道 这位是 这位是镇压巴臂受魔的 秦刚 秦前辈 高震说道 原来这位前辈 在下 刘青山 见过秦前辈 文言 刘青山连忙做医师晚辈之礼 当初他可是前往那镇魔之地 对于这位不惜浩劫元神经元镇压一魔的前辈 这位也是敬服不已啊 都是同道中人 不必多礼 秦刚一脸随和 摆了摆手 此次能够重获新生 他也是感到心情大 只期望着可以尽快恢复实力 好在驰骋天地 再战一魔 为天下苍生尽一份力 诸位前辈 以后雪域便得靠你们镇守了 韩宇便是向着秦刚等人抱拳道 你且放心 我等定会竭力应付那些异魔的 高震道 他们回来时韩宇便对此事有所提及 怎么 韩公子近期要离开雪域 刘青山谋路诧异 说道 他还以为韩宇此行 就是为了来诛杀境地之内的异魔了 有些琐事要处理 所以得离开些时间 韩宇贪了贪首长说 现在事情已经解决 他也该离开了 那你一路保重 若有什么事情 可传唤我们 刘青山说道 恩 韩宇点头 随后再略为寒暄几句 他便领着九炎天龙等人就此盾离这片地狱 对于九炎天龙和韩宇一起走来的那片土地 宝千千杰傲猎也是颇为感兴趣在者 他们此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便是将当初九炎遗失的那件龙祖圣器给寻回来 岳府之地 辽阔无比 以往这里元气浓郁 是无数王朝子弟所羡慕的修炼福地 不过 此刻 这片福地却涂生一变 那婆父圣明的新岳宫突然有着修者叛乱 宫中长者被诛 魔气汹涌 出现了许多的模样 争吟气势滔天的一魔要颠覆宫门 这一天 位于岳府之地的一处虚空 突然有着流光化过天际 一道道身影便是颇为慌忙地向着远处的虚空遁去 若仔细看去可以发现人群之中有着许多人嘴角血迹斑斑 细细略显浮动 这些人身上浮世统一 有着颇为明显的新岳 这会儿便是新岳宫的修者了 银长老 你们速速率领门人赶去 要岳宫 我们已经给他们发出了球员信号 想必马上就会有人来支援 这些魔念 便让我和赵长老他们抵挡下来吧 一个虚法洁白 身形略显矮胖的长者 星红着眼睛瞅了一眼身后的一片天际 随后向着旁边的一群修者沉声道 可是 以你们的实力怎么能抵挡那些魔念了 后方的修者都是露出满脸忧色 他们皆是从新岳宫溃败而来 侥幸得已逃脱 如今追兵将至凭借几位长老 岂能将之抵挡下来 在全身而退 是啊 旁边一个中年男子道 陈长老 要死我们一起死 我们岂能丢下你们 要死一起死 新岳宫的修者皆是高声道 不过 在人群之中依旧有着一些修为低下的青年少女谋中露出惶恐不安身子在飓风的吹拂下 瑟瑟发抖 似乎依旧沉在那魔念的凶狠强大之中 难以恢复神态 你们就不要管这么多了 陈长老说道 如今魔念突起 我人族子弟自当其心血力 我们拼了这条老命不要紧 重要的是得保存人族血脉 留下我新岳宫的传承 如此 我等纵死不悔 你们快走吧 陈长老身边一位 长须长者 偏过头胸前露出一道猙獰的爪痕 血迹斑斑 他向着那些新岳宫的修者 吼道 若是再不走 我们可就都走不了啊 那你们保重 几位长者 相视一眼 再瞅了愁原杵那不断接近的滔天魔物 咬了咬牙便是做出了决定 新岳宫的弟子随我走 以后我等定当铭记此刻 与魔族之人 不死不休 说完 众人在一个老夫的带领下 便是向着原杵的虚空遁去 新岳宫的弟子谋光星红一脸悲伤 最后只得给十来位留下的长辈身身作衣便是就此顿离 建德宫内人退去 十五位新岳宫的长者谋光星红 皆是露出誓死如归的神色 将前方那片有着魔器搅动的天际给盯着 滔天的战役 随之从他们的身上弥漫于整个虚空 呵呵 陈友仙 你们这一群残兵 难道也想再抵挡我等吗 简直是痴心妄想 便在众人离去后 虚空魔器搅动 一道道魔纹遍布的男子便是随着一片魔云 出现在了这片虚空之中 崔启玲 你这个无耻之徒 竟然不惜依附魔族 残害同门 简直是罪该万死 陈友仙咬牙切齿 狠狠地将前方那的围守的男子给盯着 恨不得将之斩杀于此 崔启玲 你总有一天会自食恶果的 崔启玲你这魔族的走狗 旁边十几位新岳宫的修者皆是放口大骂 情绪显得颇为激动 那额头之上有着一根根青筋 暴突而起 狂暴的力量在慢慢积蓄 呵呵 随便你们怎么骂 如今我可是活得好好的 还拥有着无上的力量除了公主 新岳宫内谁能奈何我 可惜 公主如今已经是自身难保了 门了现在却不过是一群丧家之犬罢了 崔启玲脸上的魔纹扭动 争鸣一笑露出一口鬼魅的牙齿 道 你们若不肯依附魔族 那么 今天便就此葬身于此吧 节节 至于你们想要岳宫的人来支援 那么便别再异想天开了 如今他们也是遭遇着同样的情况啊 崔启玲最后的话语 让得陈长老等人心头一尘 沉默妖月公也遇到了如此情况 清月公那十几位修者顿时感觉有着雷霆轰击在心头 最后的那股希望也被就此湮灭 若是如此 人足哪还有希望啊 何须和他们废话 直接杀了得了 崔启玲身后 一个中年男子谋鹿宁笑说道 杀 崔启玲眸光一尘 突然手掌一动 露出一直有着魔纹流转的巨掌 便是向着前方抓去 嗡 魔抓落下 足有百丈大小 一道道魔纹好像花朵一般绽放开来 妖艳无比当中 那股邪恶的气息波动让得人心神都是一阵 这一掌 足有阵魂之威 让得臣长老等人脸色肃然一沉 杀 众人嘶吼一声 皆是发出一声呐喊 将体内的阴玄气 玄气催发到极限抵挡那滔天魔掌 修 原楚虚空 光滑掠过 有着一股滔天气势倾覆而下 整个天地都是为之一颤 似有神明降临 山巒之中妖兽直伏 灵兽擒鸟提名 好像在欢迎着神明的到来 去空之中一道道身影突然浮现 这便是岳府之地 你们曾经待过的地方吗 而谦谦颇为慵懒地舒展了那纤细的妖子 一双有着五彩光芒流转的美眸掠过四方 覆盖万里 嫣然一笑 便是瞅了旁边那个俊美无比的青年道 这里 似乎比不上妖狱那般玄气充沛啊 这里自然无法和妖狱堪比 久言贪了贪手掌 说道岳府之地 终于回来了啊 谭宇深吸了口气 谋中尽是一脸唏嘘之色离开了数年 再次回到这片土地 倒是多了几分沧桑的味道 好像整片天帝都有所变动 谭雪英也是弯着眉头扫视着脚下的山川和月 灵动的眸子中露出几个天真无邪 咦那里有着人影盾来 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正扫视四方的嗷千千 眸光一动 说道 那里 谭宇等人皆是侧目凝望而去 原处有魔器 嗷裂魔中火炎涌动 也是发现了异常 这里的异魔也出来了吗 久言一脸胸利 黑黑一笑 却不知 他们比起血运那些异魔如何 话语之间 一丝残忍在他那张俊美无比的脸庞之上缓缓掀起 他也算是一尊强者 可在血域之中那些异魔王面前 却显得有些难以气急了 让得曾经威风扒面的他感到颇为不愤 最近心中一直有着一口气憋着 正不知往哪里出了 谭宇神室覆盖而去 附近方圆万里之地皆是笼罩在他的原神之下 突然他眸光一动 似乎有着一丝涟漪泛起 那表情微微争了争 好像看到了曾经的故人 怎么了 里面有你的朋友 谭雪英问道 呵呵 那似乎是你的老朋友啊 九言却是一脸怪笑道 怎么 还不去见见 晚了 他可要被那些魔虐给杀了哦 去你的 谭宇老脸一黑 随后丑相熬猎道 熬猎兄你去将那些家伙收拾一下吧 放心 有我在 保管他们一个也逃不了 熬猎一笑 仰天发出一声震台龙笑 滚滚音波响彻天际 旋即他便是化为一条火流 顿向了那原楚的虚空 我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谭宇耸了耸肩 瞅了一眼旁边那正带着满脸 直问眸光盯着自己的少女 身形一晃 化为一道流光划破天际便是向着原楚顿去 九言怪笑一声也是紧随而去 第1291章他不是死了吗 陈长老他们似乎抵挡不住了啊 新越宫的弟子正向着腰越宫的方向奔去 不过 他们眸光依旧是不时往回瞅去 听得原楚那片天际的巨响之上越来越弱 众人已经可以猜得 哪里的战斗已经接入了尾声了 如今魔族付出 我们也无能为力 那银长老叹息道 我们现在只有联合各方实力 共同对付魔孽了 旁边的长老也是连连摇头 他们想要回去支援 心中却是知道 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不如留着性命去和妖越宫汇集 如此以后才有着和魔族的一战之力 修便在此刻 虚空突然有着一道火光掠过 好像是从天外坠落的陨石眨眼睛就落到了原楚虚空 只是他所带来的那股滔天气势 却是让得新越宫的修者心神一震 心头似乎被一颗巨石压住 久久难以恢复呼吸 都一时愣在了原地 那是什么 怎么有如此可怕的气势 是天外陨石吗 新越宫的弟子一脸疑惑 向着身边的长辈问去 那火光似乎像四龙影 一位长者不大确定地说道 银长老你看清楚了没有 那火光太快 我也没有看清楚 银长老也是一脸疑惑 不过他似乎去的方向 他心中有着一丝莫名感觉浮现 我们走吧 为首的老父说道 银长老他们抵挡不了多久了 若是再做迟疑 我们也难逃乐难 众人皆是叹息 将那丑向原楚的魔光收回 有流星 便在众人收回魔光时 一道道流光便是划过天际 出现在了他们的头顶 好强大的气势 是仙女 是仙女 好美丽的仙女啊 流光逐渐清晰 两个宛若神女 高不可攀的绝世女子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在他们身边 还有着两个男子 一个俊美的宛若妖孽 另外一个确实阴气逼人 脸色多了几分干一支气 一眼瞧去颇具男子气味 是仙 新月宫几位长者也是一愣 那么说 先前那火光也不是陨石了 在感受到了这几人传来的那股庞大压迫 他们很快便联想起来先前那道火光 他们是哪里的修者 几位长者面面相去 一时不知所以 露出满脸警惕之色 这些突然出现的强者可不像四月府之地所有啊 韩宇 是他们 在新月宫弟子群中 有着一个身穿月滑色长裙的女子朱唇围起 清澈的眸子凝视前方那飘然而落的几道身影 视线锁定在那个青年身上 玉手微微颤抖 韩宇 纪师姐是哪个韩宇啊 旁边有人问道 新月宫的弟子也是露出满脸诧异 纷纷顺着激兰月的眸光向着前方凝视而去 他是韩宇 是要月宫的韩宇 我曾经见过他 他不是去参加玉之战了吗 怎么回来了 他的气势怎么会如此强大 似乎已经达到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地步 他身边的人又是谁 怎么一个个宛若那浩瀚星海 深不可测 那般气势就好像是天神让人要贵福摩拜啊 随着激兰月的泥兰之语传出 一片沸腾之声顿在新月宫的弟子群中闸开了锅 韩宇 他不是死在雪域了吗 新月宫的几位长老 眸光转动 也是不由向着那个飘然落下的青年丑趣 某中尽是疑惑之色 两年前他们可是从驻留在雪域之中的人传训得知 此子获得了帅位 却不幸在一场历练之中就此身运了 怎么会活着 莫非他不是那个韩宇 新月宫的长老一脸诧异 他们却是不知道如今韩宇归来 雪域大乱 任何人不得轻易出入雪域 他们那些人却便没有将这个消息给传出来 谭宇哥哥 怎么那个女子看你的眼神不一样啊 谭雪英贴着嘴瞅向下方人群之中的一个身穿越滑色衣裙的女子 一脸不快地说道 这个 只是一个故人罢了 谭宇甘笑一声 只是眸光丑向那激兰月时依旧是满脸唏嘘 想起了诸多往事 对于这个他第一个真正的女人 怎么会忘记了 故人 谭雪英一脸不幸 不由带着几分敌意 向着激兰月瞅去 谭宇身形一动 便是落在了前方新月宫修者所在的虚空 呵呵 这个是你谭宇哥哥的老情人呢 九言却是怪笑一声 说道 什么 谭雪英听后一脸怒火 连忙是向着虚空落下 阁下时 见到谭宇落下 新月宫的几位长者都是一脸颤颤为为 被对方那股气势给震了震 鼓其满脸勇气 才是开口道 谭宇此刻气息内敛 可那种强者所有的气势 依旧足以让这些低阶修者为之心神战力 在下谭宇 谭宇扫视众人道 也算是邀月宫的弟子 什么 你真是谭宇 几位长老都是一阵 几年不见 你怎么有如此气势了 说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谭宇摆了摆手 也不理会新月宫那些弟子的震撼 某中突然掠过一抹灵力 问道 今天我们新月宫突然有着同门发生叛变 一个个变成了猙獰无比的怪魔 尹长老上前两步说道 那些人 都似乎吃了什么药一样气势暴涨 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经过一番大战 几乎溃败 我等也是侥幸才得已逃脱 如今那些一魔正在露杀我宫中之人 新月宫的长者说得一脸悲伤 谭宫子 不知你现在修为几何 一个长老突然说道 我们还有着十几个同门 为了抵挡魔孽 让我们顿逃 如今正生死未薄啊 你是说他们吗 谭宇谋光一动 视线便是向着不原除丑去 哪里一道火光掠过 正向此路来 仔细看去可以发现火光之中 依稀有着十几道人隐若隐若现 那些人模样狼狼狈 身上伤痕累累 却正是新月宫的修者 是 他们就是我们新月宫的人 诸位长老一脸激动 道 那位是您的人 谭宇点了点头 算是默认 其余的家伙都被我杀了 这个 我把他请回来 火光滚动 薄烈突然从火炎之中踏空而来 他手提着一个身上有着魔纹蔓延的长者 好像抓着小鸡 就这么向前一扔 说道 你有什么事情便问他吧 火光消散 新月宫的十几位长者出现在空 一些弟子见到连忙向着他们走去 是他 谭宇丑向那熬猎扔在他身前的男子 突然露出几分惊诧之色 此人和他算是有着纠葛 当初还险些在月宫被他所杀 却是没有想到此人也被肿下了某种 这位前辈 饶命啊 催起林鹏头乱法 气息孱弱无比 他抬起头向着身前的一个青年 连连磕头求饶 我也是 不得已才依附魔族 以后一定痛改前非 还望前辈饶命 哼 刚才你还要武扬威 仗着魔族给予你们的力量要杀了我们 此刻竟然有脸求饶 成长老忍着重伤之躯 论横道 你这家伙 罪该万死 不知残杀了多少同盟 此番若非这些前辈 被降临我们焉能有命 另外那些长者也是咬牙喝道 话语落下 干咳几声口中有着鲜血涌现而出 看来 你这种人 是绝不能留了 谈语谋光冰朗 如此人物留着也没有什么用 倒不如杀了干脆 前辈 崔起林抬头 突然谋光一变 满脸惊叉道 怎么是你 你怎么有如此气势 你不是死在了血狱吗 他一眼就发现了此子正是当初杀了他族人的那个小子 就算你死了 我也还不会死 谈语谋光冰朗 本来想留你一命 不过看来 你这种人就算没有魔族在 也不是一个好东西 那么 你也就没有活着的理由了 一股强大的气势倾覆而下 好像大海将崔起林湮灭 不要啊 崔起林私生哀嚎 呲魂 谈语谋光一宁 一股棒薄的精力波动化为一个个玄奥的纹路 将崔起林的灵魂包裹 将她的记忆完全获取 知道了如今岳府之地的局势和一些异魔的动态 杀了那么多人 谈语谋光一宁 收回神势 冰冷地说道 那么 你死吧 神势一动 崔起林灵魂崩溃就此湮灭 看来魔族也是准备对各大狱外动手了 崔起林身躯被一股震的粉身碎骨 韩宇深吸了口气 魔光眺望虚空 露出几分凝重 魔族的野心看来很大啊 韩公子 新月宫的几位长者 欲言又止 熬猎大哥 你随新月宫的人去将哪里的异魔诛杀 我去邀月宫一趟 那里也有异魔出现 韩宇说道 没事 熬猎点头 这里的异魔根本不能可血欲的堪比有他出手 绰绰有余 想了想 韩宇手掌一动 炼玉顶出现在身边 神是一动里面一道道身影便是出现在前 王主 数百名八宫修者毅力在韩宇身侧一个个气势棒驳 熊揪揪气昂昂 有着一股无法言说的霸气弥漫开来 好像是一只铁军可撼动山河 震荡八方天地 如今各宫之中皆有一魔出现 你们各自回宫中支援吧 韩宇丑向众人说道 有一魔出现 众人闻言 心中皆是一阵 心系着那里的亲人兄弟 随后高声道 盟主放心 我们一定将竭力斩杀一谋 第1292章降临腰月宫 韩宇想了想 圣前光滑闪烁 玄天殿便出现在身前 有着十几道光影闪烁而出 十几个人都是九星蒙的人 他们踏入阳玄境巅峰 韩宇为了提吸众人一把就将之射入了玄天殿内 在里面有着棒薄的阴阳之气 还有着玄天大地留下的无上奥义 最适合突破了 王主有何事吩咐 十六个人皆是抱权作医 向着韩宇公申道 你们分别随他们一起去斩杀一谋 韩宇说道 你们大可放心 此间的一谋 实力也不过如此 若是有何一变 你们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并会前去相助 王主放心 我们纵死 也会完成你的任务 众人皆是高声道 那般气势阵人心魄 这韩宇怎么有如此多的麾下 这些人气势不凡 最差的也有杨玄境大成的实力 这十六人似乎还要强 那么韩宇他本人达到了什么境界 清月宫的修者眸光流转 越想心中便越是震撼 好了 你们便去寻处传送阵尽快去吧 韩宇首长一扶道 八宫的修者皆是座医 便向着天际顿去 李进来可好 韩宇眸光突然一凝 视线落在激兰月身上 原神将音波凝聚呈现 道 如今一模四起 外面不安全 你若是愿意可随我在一起 可保你一时安然 谢谢 激兰月眸中涟漪泛起 道 我如今很好 想必这次一模退去之后 一切都会恢复平静吧 他知道这个青年只是顾及当年那事情 想要护持他 只是想想如今两人的差距 他心中的念头 皆是断去 再也不多想了 那以后你有事找我 韩宇轻叹了一口 手掌一动 阴阳流转便是凝聚成衣没法牌 落向了那激兰月 现在事情紧急他便想多耽误事情 此女以后再 劝说一番吧 如今魔族四喜 他也不想激兰月有何不测 不然将是一生遗憾 见到韩宇如此特殊的对待激兰月 韩雪英已然完全相信了九言所言 只得冷恒一生 却也没有开口 新月宫的人却是一脸羡慕 他们都可以瞧出 如今的韩宇可是一个他们难以气急的强者 若有此人护持 他们想必也可以保得以事安然 如此 我们便走吧 新月宫的几位长老抱全 如今他们也想尽快回到宫内 还挽救一些还在遇血奋战的同仁 熬猎大哥 事情处理完后你再来寻我 韩宇说道 熬猎点头大手一挥 一条火和挥洒而出 便是将新月宫人包裹在里面就此盾离此间 我们去邀月宫吧 韩宇瞅了一眼那离去的身影 便向着雪英他们说道 恩 九言点头 道 也不知 那里是个什么模样了 他曾经和韩宇在邀月宫待过一段时间 如今来到岳府之地也想去看一看 曾经那段唏嘘的路程 邀月宫 如今杀生遍布 摩弃纵横 他们的公主苏震也是竭力出手在对付着一尊一摩 公主 这些一摩气势太强了 只怕我们难以抵挡下来了啊 邀月宫的太上长老 齐沐云老脸一皱 身形亮枪后退 向着旁边那也是被摩弃阵退的中年男子说道 呼呼 邀月宫的十几个长老都是向此退来 没有想到 我要月宫会沦落至此 各位长老环视四方 露出一脸悲凉之意 没有想到这些一摩有如此气势 好寒光身形一颤 前方一剑法器直接是被一只魔爪击碎 凌厉的爪芒在他胸前留下猙獰的伤痕 鲜血凌厉 一丝丝魔气要侵入他体内 也没有事情吧 肖长老身形一晃 长发舞动有着血丝沾染 也是满脸狼狈 看来这次我们岳府之地唯一啊 好寒光叹息道 肖长老也是微微摇头 他们才接到新岳宫的球员 还不等人诸位长老商议此事 宫内便是有着摩涅四起和外面一些一摩里应外合 将他们打得一个措手不及 死伤了众多后辈子弟 在交谈交谈的时候 一尊尊一魔 携带着滔天魔气便向着他们腾飞而来手掌舞动时 魔气滔天 那般气势舍人心魄 给人一种极端的压迫之感 肖长老等人都是唯唯一退 看来魔族之事 已经是不可抵挡了 妖月宫的公主苏震 一脸民众望着那好像乌云一般向着他们围拢而来的一魔 他也是不由得心生悲异 感到了一丝绝望 如今妖月宫的大山峰之内 所有的弟子都在和一魔欲血奋战 杀生 哀嚎之声不绝于耳 这些一魔数量虽然不多 却各个实力强悍 丰丸之间不知有多少的尸体 填布血腥之味弥漫虚空 看到宫内弟子如此惨壮 苏震更是一脸自责 身为一公之主 却不能护持门下子弟 便是生死 也将无颜面对历代先祖啊 也罢 不能守护月宫 便将我的显染于这片虚空吧 苏震高呼一声谋光灵力 锁定前方那些围困而来的一魔 一股滔天战役迸发而出 在他身边那些长者 皆是一脸振奋 赤死与月宫共存亡 高昂的声音响彻天际 震荡不绝 一群愚昧的家伙 如此低违的修为 也想与本座赋予顽抗 一尊一魔 睁眠一笑 大手一动 化为滔天魔掌 闪烁着邪恶的魔纹 便在他要出手的时候 这片虚空突然一颤 这事 众多一魔皆是一愣 露出诧异之色 心头为之一震 他们感觉到有着一股恐怖无比的气势压迫而下 使得他们的呼啸都是不由一致 好像天要崩塌了一般 那是 苏震急整个腰月宫的修者都是不由睁大了眼睛 抬头将虚空给盯着 众人抬头看去 却见得远处的一片虚空 突然蠕动 旋即便是发现有着几道身影 出现在了视线之中 仔细一看 当中有着两个人 显得颇为熟悉 似乎就是他们宫中之人 那是雪鹰 苏震眼角忍不住一阵抽搐 道 那个是韩宇 怎么会是他们 韩师兄 决英 邀月宫的修者彻底为之振奋了起来 他们不是去了雪域吗 怎么会来了这里 他们的气势似乎深不可测啊 一些长者 眸中金光闪烁 一眼便是发现了虚空之中 那股恐怖的气息波动 便是来自这两个熟悉的后背 当下一股热血在他们的血脉之中沸腾了起来 若是如此他们要月宫此次危机也可就此解决了啊 他不是死在了雪域吗 苏震谋中有些迷离 他从雪域之中得到消息这青年死了啊 当初几位长老还为此叹息不已 没有想到好不容易有着一个后背子弟获得了帅 未在雪域有了一定地位 却是就此陨落 实乃天度英才 如今看来 想必当初那个传闻有误了 一群魔虐 也敢在此放肆 都杀了吧 九颜谋光环是四方 冷冷地扫拾了一眼 那些正满脸错愕地将他们给盯着的一魔及一些依附了魔族的修者说道 杀了吧 谈与谋光一宁 此刻魔族已经复出 必须将这些家伙尽数斩杀以锦孝游 给他们一个教训 不然一些人族都会因为贪生怕死 依附魔族 乱世 必须用重点 嗷吼 九颜仰天咆哮一声 化为一条万丈长的火壳便是笼罩着遍天地 一刀到龙爪 撕裂虚空 滔天巨掌 好像是老鹰抓小鸡一般向着下方那围首的几个一魔倾覆而下 好恐怖的气势 火炎倾覆而下 好像一片火海江那些正准备向着苏震等人出手的一魔拢 一股炙热无比的火流席卷开来 虚空为之扭曲 那些魔器几乎是好像水器一般 被一举蒸发无虚无 一个各一魔感觉自己的身子在燃烧 发出凄厉的浩劫之声 呼 火炎一过 一百来名魔涅就此化为虚无 这些一魔最强的也不过堪比阳玄境小成的修者 在如今的九颜面前自然是不堪一击 这家伙气势好强 这是什么境界的修者 火炎消散 虚空逐渐恢复清明 前方再无一个一魔 苏震等人皆是身形一阵 露出满脸震撼 如此气势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这是堪比阴阳境的存在吗 快撤退 在另外一些山头的一魔 见到此目连忙是私生呼叫 惶恐而逃不敢再恋战 想逃 熬谦谦冷冷一笑 玉手掐动 五彩光芒绽放开来 化为一个光幕将这片虚空给封锁 化为了一个独立空间 使得众人无法后退 被一股恐怖的气势压迫的坠落而下 极灭 死 寒雨谋光一宁 一股精力波动 细带着一股极灭天地的气势席卷而出 所过之处 那些一魔 魔魂都是被一举湮灭 一个个就此陨落于山林之中 不过瞬息 妖月宫内所有的一魔尽数被斩杀 这是何等神通 妖月宫的修者心中震撼不已 谋光丑向那青年就好像膜拜着一尊神明 充满了虔诚敬畏的味道 如此手段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这是当初纳得从妖月宫走出的青年吗 妖月宫内很多后辈子弟都是露出疑惑之色 连连摇头 你们是韩宇 雪英 苏震等人争在原地也是许久才回过神来随后连忙顿向了那个青年 带着几分惊议 问道 苏公主 别来无恙 韩宇唯唯理 一笑 真是韩宇 文言 妖月宫的修者彻底沸腾了起来 这青年的回答无疑是默认了他的身份 一想到他如今的神通 那些当初在连远风与之一起同辈的子弟皆是唏嘘不已 第1293章一人犹在 得到了韩宇的默认后 妖月宫内突然光影闪烁 一个个修者便是带着满连火热向着他掠来 好韩光 骁老 风延昭等人都连连上前来问好 另外连远风李仪 郑朝 陈武涵 李戴山 张蜜峰 梁东儿 黄灵儿这些昔日的故人都是纷纷顿来问好 几年不见众人在见到韩宇后都是感到颇为兴奋 诸位都还好吧 韩宇见到众人心中也是唏嘘不已 也是和众人寒暄了起来 苏正见此 便是率领着门人前去整顿 寒暄完毕 韩宇便和妖月宫的长者在一处大殿之内相聚 当初听闻你在雪域 陨落我等皆是万席不已 没有想到 你能归来真是上天有眼啊 齐沐云一脸唏嘘道 当初我的确重伤 不过有幸没有死罢了 韩宇贪了贪首长说道 那韩小友 此次来岳府为何 苏正问道 如今韩宇实力滔天 他话语之间也是显得有些拘谨 没有了那长者应有的威严 此次魔族四起 雪域也是受到了波及 我此次是想来故土看看 不曾想到此间也是有谋涅出没 韩宇将雪域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 道 现在的局势不乐观啊 连雪域也受到了波及 苏正等人都是一脸震撼 若是如此 这片天地还有哪里可以安生 不仅是雪域 妖域也一样 若魔族彻底复出 整片天帝都将受到波及 少有人可以幸免 韩宇说道 苏正等人皆是一脸叹息 不知所以 他们修为不过阴玄境 九宫之境也算是一方强者 若是魔族来的一个绝世强者 足以将他们全部抹杀 那后果难以想象 诸位也不要灰心 当年魔族不一样未能颠覆我界吗 韩宇谋光一宁 陈生道 只要我等众志成城 自然可将之诛灭 苏正等人连连点头道 那么 韩小友 你会在此留多久 我即刻便会走 韩宇说道 如今我也得去看看我的族人了 如今岳府之地有魔族出现 难保不会有人出现在大秦王朝那边 他必须尽快走 苏正等人脸色为苦 似乎不想着青年离去 不过却也不好开口挽留 你们放心 我会留下人在此 韩宇说道 那苏某带月宫众人谢过韩公子了 苏正抱拳道 苏公主 不必客气 我出自月宫 自然有着守护的责任 韩宇略为沉吟 说道 这样 我留下一些东西 也算是给你以做保命之用 说完 他以元神烙印名练阴阳傲义 留下几道法牌赠予了苏正等人 如此也可以抵挡一些王者之下的一魔了 得到了法牌 苏正感激不已 从那上面他感觉到了一股脊味浩瀚的气息波动 要月宫的修者都围出了这么一个后辈子弟感到欣慰 若是没有此子 只怕要月宫已经覆灭 韩宇在要月宫逗留了两天 他将一些以前得到东西留给了月宫的修者好让他们有所提升 在这期间 韩宇先让陈武韩少雷等人以传颂阵回到了华天门 这些人也是出自华天门 在那片土地 有着他们的亲人朋友 如今魔族四起他们也想去看看 两天后 韩宇则是顿出了腰月宫 便没有以传颂阵代步 以他如今的修为凌空飞行 不用三天便可到达华天门那片区域 一路上他将神势彻底释放来 注意这片天地的气息波动 感应四方有没有一魔出没或者有被镇压的一魔 若是有所发现 他可趁此将之抹杀 以免让得这些一魔以后出来为祸 在经历了一场场大战 看遍了生死离别 韩宇来到这片故土突然生出了几分 要为这片土地的人做些什么的心情 所以 才会选择凌空遁行 让少雷等人先行离去 当然 他已经联系了华天门 得知那里便没有一魔出动 不然也不会如此坦然地赶路了 韩宇才离开妖月宫 身上释放出来便发现了当初月宫所在的那片区域 正有魔族修者聚集 要攻破里面 他顿时赶了过去 将那些一魔斩杀 强行进入了月宫之内 进入月宫 他终于是感应到了那月玄境之下镇压着一尊将棘的一魔 他出手将之抹杀 才离开此地 如此饶了一个圈子后 便是一路前行 途径也感应到了一些异魔的存在 好在这里的异魔都实力不高 他也没有费几分力气便将之抹杀 在第八天的时候他终于是到达了华天门 当韩宇来到华天门时 门中阵法开启 掌门和风吉风纪元等人早已经在门外相迎 看来你这家伙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啊 欧千千见得华天门那些人一脸热切的模样 不由玩耳一笑 从妖狱走到雪狱 再走到岳府之地 这个青年都是被受人尊敬 如今来到这个元气匮乏之地 那些门人对他也是敬畏有加 欧千千可以从华天门那些弟子谋中的崇拜之色 那种纯粹 便非来自气势的威慑 是由心而来 想来这个青年曾经在这个门派之内颇为拔尖 是一个传奇人物 谭宇哥哥 这就是你入的第一个门派吗 谭雪英那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 颇为好奇地向着华天门附近扫尸而去 说道 恩 谭宇一笑 瞅了一眼前方那些排列整齐的宛若仪仗队的华天门师兄弟 心中不由一晚 这华天门虽然只是一个小门派 在雪域那些地方为不足道 可这是这么一个地方 却是他韩宇人生的起点 是他迈向强者之路的开始 韩宇实在难以想象 若是没有华天门这个跳板 他不知还要走多少崎岖的路才能踏入现在这一步 或许 根本不会如此顺利 只不定在某处危机之中便陨落了吧 走吧 深吸了口气 韩宇脚掌迈出 便是向着前方那些便不陌生的人影走去 掌门和风 掌老风纪远 曾经在受蓝山脉护持过韩宇的咒长老等人揭示上前一步 眸光瞅向那个快步流星的青年时一脸唏嘘 一别数年 当年那个略显志气的青年 如今已经是吞去了志气 一脸刚毅 眉宇之间那份坚韧 宛若山河难以撼动 一双眸子似那心语深不可测 那般修为已经达到了一种难以想象地步 弟子韩宇见过 贺掌门及诸位长老 韩宇上前攻身失礼 眸光扫过诸位长者 一脸敬意 当初那些人 也是露出满脸唏嘘之色 心情无比激动 欢迎 我画天门的天之骄子 韩宇归来 特风深深吸了口气 饶是以他的定力 身躯都忍不住有些战斗 某中有着一丝感动涌现 如今的青年宛若纳九天仙神 地位崇高 却依旧挂念着他们这些长辈行如此后辈之礼 着实让人不甚唏嘘 真是没有想到 这小子会走到如此高度啊 纳杜崇及曹峰主 谋鹿笑义等人也是满脸感慨 少雷等人先来门中 早就将一些他们在妖月攻击血域的事情都续续到来 不仅是在狱之战获得率位 还是在三狱之中力压群雄 都震撼了所有的人 如今这青年所取得的成就 完全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欢迎韩师兄归来 在诸位长者身后 纳化天门的弟子皆是总声高呼 浩浩荡荡的音波好像江河之水 一波墙过一波听的人的血液都是为之沸腾了起来 谈与谋光略动 便是发现了很多的熟人 林浩宇 孟平 莫义轩 南宫林兄弟 林飞 梅小小等人皆是在列 看到这些人 韩宇就像是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那 韩宇眸光略过 作然眼瞳一缩 视线落在了一道倩影之上 那颗心怦然而动 海狮狮 她怎么会在这里 韩雪因一愣 便是发现了那个女子 正是锦阳城的那海士族人 待得她眸光转动 发现了韩宇的情绪后 很快便是发现了各种缘由 小嘴一贴 不由乔的老高 呵呵 进去说话吧 贺峰等人一笑 连忙说道 画天门的修者主动让出一条路 中间只留海狮狮一人 他们似乎也是知道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海狮狮媚眼如斯 风姿卓曰 那完美的郊区充满了魅惑之力 他便这么凌空而立 将前方的青年给盯着 一脸柔情 沉默不语 那双亲眸之中却似乎已经说了千言万语 几年的等候接在他的脸色浮现出来 我会等你回来的 韩宇深深吸了口气 当年临走时这女子说的话语依旧缭绕在耳 如今听起来却是无比的温馨 那种被守候的感觉充满了幸福之意 数年过去 依然犹在 那种简单的守候却胜过一切 韩宇眸光围动 脚掌迈出 便是走了上前 将那女子那柔软如实的妖子一把揽住 被青年紧紧揽住 海诗诗那颗也是猛然加剧跳动 一时不知所措 当那浓郁的男子气息扑鼻而来时 他整个人都是瘫软了起来 任由自己的腰只被那双宛若铁钱的大手给揽住 我回来了 以后我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韩宇缓缓低头 亲吻了那宛若欲知的额头 玄机朗声一笑 道 青年的声音温柔 甜蜜 飘入海诗诗耳中久久不散 他心花怒发顿觉自己无比幸福 有了这一句话 足以 哼 在身后 韩雪英却是颇为恼怒地冷恒了一声 让得旁边的嗷芊芽然一笑 第1294章母女相见 进入化天门 那些曾经的师兄弟也是少不得前叙旧一番 见得他们都一切安好 韩宇也是输了口气 还好魔族便没有波及到这里 想来是化天门实力太过低违 还不在魔族的突袭计划之内吧 那些长者 见到韩宇没有一点架子 依旧和他们谈笑风声 心中也是颇为宽慰 尤其是杜崇当初可算是他将辞职引入化天门 为此还和那刘彤等人闹得有些不愉快啊 韩宇对于这些长者也是颇为感激 尤其是风纪远 当初可是多亏了此人屡次出手啊 在和这些故人叙旧一番 韩宇便来到了化天门的那处预冤之中 当初韩宇被下山使用计谋 骗了他进入里面 发现里面有着一尊一魔被镇压着 如今来此 自然使得将之给彻底抹杀了 不然 要是以后被他出来那可就麻烦了 进入预冤 韩宇再也感觉不到了当初那般压迫 那些滔天魔器在他剧掌之下 飞快消融 他动用英玄印一举将那静置击溃 然后九阳风魔印悬浮于空将这片虚空封锁 吼 魔器翻滚一尊一魔便是凝聚成形 不等他发出攻击 韩宇法觉引动英玄印便镇压而下 将之魔魂都给震溃了 随后 极灭之力席卷而出 此魔彻底被抹杀在此 这尊一魔 生前也是颇为了的 不过在镇压镜万载后实力不在 连阴阳镜的修者都无法堪比 在如今的韩宇手下 自然是不堪一击 只有被彻底抹杀的份了 阴阳神徒呼啸而出 气旋旋转 将这片玉渊之内的魔器尽数给融合 他这才离开此地 韩宇在画天门待了几天 给一些门中准备留下了宝物 解惑了一些修炼之上的问题 便就此离开 赶往了大秦王朝 此行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将他的族人完全安置好 至于画天门这些人 他们习惯了这片土地 都不会轻易离开 因为这里是他们的根 少雷许依依等人都是去了各自的族中 海狮狮小鸟依人一般依偎在韩宇的身边 两人显得亲密无比 加上旁边的九颜和熬千千 倒是使得韩雪英一脸不愤 而列泽镇守在岳府之地便没有来此 一路顿飞 众人便是来到了大秦王朝 这里的元气更加稀薄 来到这里就好像是来到了一楚荒郊野外 这里便是你的故土 而千千扫是四方 心中感到诧异不已 没有料到这个震动三玉 被个族长者颇为看重的青年会出自这里 这里元气之稀薄的比起画天门还要可怜啊 这里便是大秦王朝的疆土了 韩宇身在高空 眸光扫视四方依旧可以看到 曾经在那里历经过生死的帝都 在过去 一座座首席的城池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 扫视着这些曾经走过的地方 韩宇一脸唏嘘 如今想来依旧宛若是做了一场梦 任谁也没有想到 当初这一人一龙从那个普通的小城之中走出后 会在短短几年之间踏入这么一个高度 离开几年对此地倒是有些怀念啊 九颜也是感慨不已 当年他也没有料到 自己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凝聚九颜 最后还得到了衍生神拳 重塑了肉身 现在先去哪里 九颜深吸了口气 问道 先去锦阳城吧 韩宇说道 我也想那些族人了 哦千千点了点头 他们此行事来寻九颜当年隐藏在此的龙族盛气 不过却变不及在一时 夜幕 夕阳落下 锦阳城就好像是一头迟暮的雄狮盘踞苍穹之下 黑夜还没有完全降临 城内如今已经是灯火辉煌 各大士族的年轻子弟在花丛之中流连望返 如今的锦阳城 韩室一族无疑成为了最强大的士族 就连那南宫城主都对韩室家主敬畏有加 早在五年前那个被誉为大秦王朝千年难得一见的韩家天才归来 将海市宗族的劳族给斩杀后 这个士族便震动了整个大秦王朝 连那炼臣宗也不敢出手冒犯 韩室的府邸也成为了锦阳城最为辉煌的一座府邸 在一间院子里 灯火摇曳 韩子轩依靠在一处楼台之上 遥望虚空 望着那点点闪烁着的繁星 心中不由升起几分思念之前 如今 已经过去整整有八个年头了 也不知雪英过得可好 姑姑 你又再想雪英表妹了啊 在楼廊之中一个模样端庄的美妇脸部款款 瞅了一眼那一楼遥望虚空的女子 柳眉微微一蹴 自从雪英走后 姑姑便是一脸忧色 纵使踏入了奥义镜 成为了大秦王朝难得的巅峰高手 也难以摆脱这份私女之心 真不知他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啊 韩子轩偏过头 瞅了一眼那缓缓走来的韩天玄 道 三哥 如今也是离开了数年 也不知羽儿找到了他没有 他们也是 一别几年 却连心也没有捎带一个过来 真叫人担心啊 姑姑你放心 韩宇弟弟他天赋异禀 幸运无人可比 想必他们都不会也事情的 韩天玄眸光眺望虚空 心头也是有些嘀咕 都这么多年了 他们也该回个消息啊 真不知他们都去了些什么地方啊 韩子轩也是微微摇头 不然 再近处 他们岂会没有捎来消息了 阳青 锦阳城 虚空之中 韩雪英向着四方扫视而去 那强大的感知扩散开来 几乎是将整个城内的一切事物 都收在了眼中 那座府邸之中韩子轩的泥男之鱼 也是被他清晰听见 谁 是雪英吗 韩子轩身形猛然一颤 眸光略动 带着几分激动向着四周扫视而去 他似乎听到了那熟悉的呼唤之声 那声音让他感觉心头一暖 好像已失的东西终于回到了身边一般 绝音 韩天玄眸光略动 方才想说一声 韩子轩是想女儿想得太累了一时出现了幻觉 不过不等他口中的话语要吐出 他那双眼瞳骚然一缩 便是发现 前方的虚空光滑闪烁 一个深处白色长衫的女子 宛若那月宫仙女 飘然落下 赤血英未美 韩天玄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面前那飘然而下的女飘逸出尘 给人一种兵机玉骨的感觉 一种难以言说的气质弥漫开来 高贵圣洁 似要巨人千里之外 只是那女子 此刻目光流转也是有着几分灼热流转而出 睫毛颤动时依稀可以看到几分小女孩的娇称 这的确是血英妹妹 血英 是你 你回来了 韩子轩愣愣地望着那的白衣飘飘的女子眼眸之中 有着泪花闪烁 声音哽咽如气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离去的多年女儿真会有着回来的一天 娘亲 韩雪英踏空而来 一把便是扑在那楼台之上的韩子轩身上眸光闪烁 有着晶莹的泪珠滑落 似乎多年的思念及委屈都在此刻完全释放了出来 婴儿 真是你 想死娘亲了 韩子轩将那少女给紧紧的楼主似乎生怕她会消失一般 眸光流转扫动 说道 你也是 这么些年了 怎么就不给娘亲回了性了 让娘亲好生担心 呃 是女儿不孝 韩雪英停止抽气 一双灵动的毛子长了眨向着面前的母亲瞅去 道 这些年 雪英走了很多地方 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也就没有来看您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韩子轩满脸欣慰 说道 丫头 你在外面受苦了没有 李娜韩宇哥哥去找你了没有 她在那呢 韩雪英撇了撇嘴 一脸不愤 那精致的翘脸便是向着虚空瞅去 在那 韩子轩眉头一动 便顺着那视线向着虚空瞅去 韩宇回来了 韩天轩也是露出满脸好奇 也不知几年过去 她现在又有了什么变化了 对于这个韩式异族的天之骄子 他们可是充满了期望啊 你先回去海式异族看看吧 虚空之中 韩宇和海诗师等人凌空而立她扫视了一眼 这坐久违的诚实 深吸了口气 便是向着旁边这妖娆动人的女子道 若是他们 愿意 让他们牵出锦阳 在我炼狱顶内安置下来 如此至少可以暂时保证 他们不会被魔族所扰 你以后也不用为那些族人提心吊胆了 恩 那我先回族中了 海诗师奄然一笑 离开家族多年 她心中也是颇为挂念那种族人 虽说当初一些族中长者为了利益 将她给许给了海诗宗族的海少 却也难以抹去她心中的那份情愫 毕竟 这是她成长的家族包含了太多的回应 目送海诗师略入下方城池的一个府邸之内 韩宇清孝一生便是向着前方的韩式府邸掠去 瞧得这府邸的规模 不难想象 这些年来她的族人应该发展得还不错 咕咕 韩宇眸光一动 便是看到了那正满脸不愤的韩雪英 当下摇了摇头 便是她空而下 来到了那楼台之上 向着那韩子轩失礼 久言和傲千千也是紧随而来 雨儿啊 韩子轩眯着眼睛打亮着那多年未见的青年 笑道 多年不见 你可好 侄儿一切安好 韩宇一笑 随后思想到了什么 当中手掌一动身前闭光闪烁 练玉顶便是出现在了身前 她露出一丝难得的调皮之色 道 姑姑你看我将谁带来了 谁 韩子轩一脸惊诧 这小子会把谁带来了 第1295章青龙权杖 却见得韩宇手掌浮动 身前的练玉顶光滑闪烁 两道人影便是出现在了她的身前 三哥 韩子轩眸光一动 瞧得那个默然出现在前的男子后 不由师生惊呼道 你和雨儿在一起啊 那出现的两人正是韩子轰及韩母了 是啊 韩子轩方才出来 便看到了多年未见的四妹 心中也是高兴不已说道 在几年前我和雨儿有幸重逢 所以她找我也很容易了 真是老天保佑啊 韩子轩终于是输了口气 韩雪英有着月宫的人护持 韩宇也是踏入了月宫 她倒没有这么担心 这韩子轩独自一人离开大秦王朝 却是成为了韩氏族人最为担心的人了 此刻 见得她安然回来 心中那份激动真是难以掩饰 三叔 韩天轩走上来失礼 她也是感到颇为欣喜 这未是 突然 韩子轩眸光一动 视线便落在了韩子轩旁边的那的美妇身边 这是芸汐 雨儿的母亲 韩子轩一笑 介绍道 这是我四妹 子轩 原来是三嫂啊 韩子轩高兴不已 道 快 诸位 快请回屋里去坐坐 韩与九炎等人都是坐在了韩氏府邸的大厅之内 韩氏大厅虽然无法和雪玉及妖玉各大士族 那些大殿那般戏事辉红 只是此间所拥有的那股温馨 却是绝无仅有 在厅的韩子轩父子归来后 韩氏一族的修者都来到了此间 整个大厅变得热闹非凡 一些韩氏的后辈子弟都来此和韩羽叙旧 韩锦安几位长者 更是嘘寒问暖 对于韩羽他们离开后所遇到的事情 都好奇不宜想要知道他们过得怎样 这一次 韩羽也是颇为高兴 那多年未见的爷爷韩震山正好在锦阳城 祖孙相见 皆是唏嘘不已 促膝常谈 聊到了深夜都没有要散去的意思 见得此目 宝千千也是感慨不已 这些人族修者 在他们眼中皆是蝼蚁一般的存在副长可杀 以往绝不会落入他的眼中 可他们那份情谊确实深深触动了熬千千 使得他都有着一种想要归家的感觉 游子离家千日 终究有着一种要落叶归根的念头 经过一番闲谈 韩羽也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这些族人 魔族 众人听得魔族二字 皆是眉头深深的皱起 他们实力低违根本无法触及到这些 只是听得韩羽言及魔族的强大 韩世族人也是知道 天地或许将变了 韩羽来此多半是为此 一些韩世族人皆是唏嘘不已 这青年 纵使数年没有来过音讯 可每每会在最危机的时候 惦记着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 这便是血溶于水血脉相连 两者之间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 这种亲情永远都无法改变 爷爷 大伯 此次魔族四起 虽然他们没有波及此间 却难保不会有着这么一天 所以 我想让你们进入我一处介遇空间之内 在那里面安置下来我也好得以安心 韩羽说道 都离开吗 韩正山等人眉头唯唯一皱 这毕竟是他们的故土啊 若魔族真要肆虐来死 只怕真如羽儿所说 我们将难以抵挡 若是可以将一些族人待在他那空间里面 倒也是不错 至少可以为我韩氏一族留下一些血脉 韩子轩说道 他见过韩子风从那句顶里面顿出 也可以猜得出一二来 既然如此 此举倒是可以 韩锦安说道 反正 若是以后事情平息我们也可以回来吗 众人皆是点头 不过 此举也有些必处 韩羽说道 若是我身允 此顶被毁去了 只怕你们也难以脱身 韩羽一心想要护持族人 将他们安置在炼狱顶内 不过他也是知道 将来所面对的敌人也将越发强大 若是一个不测 只怕那些族人也将难逃 恶难 所以便将此事说了出来 我这把年纪了就留在此地吧 韩正山略为陈寅 玄机抚须一笑说道 反正我也活够了 此番还能见到你父子几人 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至于其他的也无所谓了 韩羽默然 对于爷爷的决定他表示尊重 毕竟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强求不得 最后一致决定 众人便是让一些后辈子弟进入 韩羽的炼狱顶内就此安置了下来 至于韩子轩等人便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在韩氏一族滞留数天 其间前往了南宫 欧阳各大士族败回了一番 给众人留下了一些东西 便就此离开 韩子峰和林云熙也进入了炼狱空间 海狮是在海狮一族待了一段时间 也将魔族仪式告诉了族人 不过众人便没有要全部离开的意思 都只是派了后辈子弟 让他们进入韩羽的顶中空间之内 对于故土众人似乎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绪 接下来我们便去拿那龙族盛气 韩羽顿出锦阳城谋光环是四方随后瞅向旁边的九颜道 恩 九颜贪了贪手掌 谋中有着一丝凌厉浮现 似乎想起了当年的一些事情 欧千千和韩雪英表情肃然 他们知道此事关系甚大 也是此行地主要目的之一 那在何方 韩羽问道 离此有些距离 九颜谋光锁定了远处的一片虚空 道 随我来吧 众人身形一晃便是就此盾离此地 这是一片荒芜之地 已经位于大秦王朝西部边陲 万里之内元气匮乏难以看到一些高架的妖兽 丛林之中都是一些蛮兽在横行 如此荒芜之地一些真武镜以上的修者都不会涉足于此 不过 这一天 远处虚空之中却有着流光化过天际 出现在了此间 就在这里 韩羽见得九颜的身形 变得缓慢了起来 唯唯一愣 怎么也没有想到 那东西会藏在此间 本来他还以为在太阎镇的太阎山脉的火山之内了 当初我撕裂虚空 便是出现在这里附近 发现此间元气匮乏 将东西留在这里最安全了 九颜说道 后来 我才凭借感知 发现不远处有着一处火脉 便在哪里修养 那便是太阎山脉了 韩羽点了点头 这里连真武镜修者都懒得来 那些高价修者自然也不会浪费时间来此了 如此 也就不用担心会被别人发现了 百年了 这东西也该出土了 九颜眸光一动 再吵了一眼身边的凹千千后 眸中露出一谋愧疚 旋即身形一动 便是向着前方山巒之中的一处 被云雾所缭绕的山渊之内掠去 嗷吼 突然 下方的山渊光滑闪烁 迸发出一股磅薄的气息波动 一道阵天龙笑便是响彻天际 似有着龙影浮现开来 随后韩羽等人便是看到 那山渊之内云雾消散 下方 一杆青龙全杖 好像是晴天聚住一般傲力之山渊之下 四方有着晦涩的气息波动弥漫开来 这赫然便是龙族的盛气 青龙杖了 万载前龙族的一位爵士强者便是出自青龙一脉 明清顺 他的实力远超龙皇 所以在各族长者以己身本源为影 镇压魔族强者于无极介域的龙族强者 正是这位青龙前辈 九颜法觉引动 那缭绕在青龙杖外面的静置突然消散 一股浩瀚无比的气息波动便是随着扩散开来 好像一股飓风席卷天地 覆盖了万里虚空给人一种极其狂霸的感觉 嗡嗡 青龙杖发出一阵嗡鸣之声 没有主人的他此刻突然地见天日感觉大了气息的波动 千千 这是你的东西 现在便让他物归原主吧 九颜眸子一眉 瞅了一眼身前那散发着浩瀚气息波动青龙杖 眸光略动向着虚空之中的那的流转着五彩光芒的女子说道 嗡千千眸光眨动 凝视着下方山渊之中的那青龙权杖 心中也是为之唏嘘不已 当年为了此物 他可是没少受委屈啊 只是现在见得九颜已经迷途之反 嗡千千心中也是颇为欣慰 这一切都值得 瞅了一眼下方那充满了霸气的青龙 全杖 韩宇谋光略动 不由想起了当那帝黄剑 不知那冰淇淋如此怎么样了 可惜 当初在腰域来去匆匆 他也没有来得及寻找他的消息 当初局势不明 若是贸然询问冰淇淋的消息 被一模得知了反而不妙 所以韩宇也没有轻易问淇淋族的修者 后来出了一模的事情 把这一切都给搞乱了 他也把心思放在了其他地方 保千千连不移动 便要向着下方的山渊走去 嗡 突然 这片虚空猛然一颤 有着一股飓风从原杵席卷而来 呵呵 青龙全杖 没有想到我摩原天王 方才出世便会遇到如此宝物 真是天佑我魔族 一道略显张狂的声音 从原杵好像是雷鸣一般 从原杵号浩荡荡的席卷而来 一股邪恶的气息席卷天际 让人的压抑无比 整个虚空都似被乌云覆盖阴沉了起来 一模感受到这股熟悉的气息波动 虚空之中 寒雨桀骜 千千寒雪英脸色都是骤然一变 一模伶俐从那毛子深处涌现而出 好像刀子一般掠过天际 向着那片魔气所在瞅去 在哪里 一尊身高十丈 浑身布满黑色长矛 宛若原始野人的一模便时 携带着一股滔天的魔气踏空而来 在他的身后 俨然还有着一个个气势不弱的 一模颈随而来 第1296张魔源天王 他娘的 这些一模真是阴魂不散 哪里都有他们的身影 九颜眉头略动目横一声 那张妖异的脸庞突然冰冷如刀 魔光凝视虚空 一股滔天杀气冲天而起 当年便是这些东西 害得他耗尽了八道本命龙眼啊 魔源天王 似乎有着堪比岁须两重天 巅峰之境的修为啊 韩羽毛子一眯 将那的踏空而来的一模给盯着 脸色也逐渐变得阴沉了起来 看来一场大战 势在所难免了 既然他们赶来 一剑将之斩杀了便是 韩雪英冷恒一声 玉手一动有着阴阳流转 依稀可以看见一柄阴阳之剑 在不断地凝聚着 天地之势扩散开来 弥漫整片虚空 磅薄的气势弥漫开来 虚空那片汹涌的魔气微微一颤 那些踏空而来的一模神色 皆是有所变动 天王 那个小女子有着碎虚境的修为 一则模样如原 却目露邪恶之气的巨魔 恭敬帝说道 不过 区区碎虚境罢了 难道本王还怕了他不成 魔元天王冷冷一笑说道 如今我魔族复出 这些人族强者 须得见一个杀一个 如此免得以后多废手脚了 是 在魔元天王左右 两尊一魔皆是点头 魔气在距离寒雨等人 还有万米之处停了下来 小辈 速速将青龙权杖交语出来 本王一时高兴或许 还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 魔元天王争鸣一笑 道 不然你们落在本王手中 可没有什么下果子吃 节节 我们魔元一族 对于你们人族妖族的女子 也是颇为感兴趣啊 一群畜生 韩雪英一脸阴森 阴阳傲义之他周身流转开来 天地之事被他就此引动 他此刻就好像一尊 掌控天地的神明 拥有着滔天气势 可掌碎虚空 这些人气是有些强悍啊 欧千千向着寒雨说道 除了魔元天尊有着堪比 碎虚两重镜的实力外 他左右两尊巨魔也有着 如此碎虚出奇的实力 如此气势 已经堪比他们妖族的 眼神镜强者了 如此气势 可不是他这个神藏 三重天之镜的修者可比 在面对这些一魔强者 可时而千千再次感到了自己实力的不足 九炎也是眉头一皱 当初他全胜时期 未尝不可和一些方踏入眼神镜的强者一战 可如今 纵使他实力恢复得差不多了 却还是差了几分 根本无法与之争锋 若是当年没有被毁去本命龙炎 龙爷现在只怕早就已经踏入了眼神之镜吧 九炎暗自叹息 略敢无奈 就凭你也敢在此大放厥词 谈与眸光冰朗 道 熬小姐 你尽管摄取青龙权杖 这些魔孽 交给我和血英便是了 恩 熬千千诸唇闽动 脸部踏出便是向着那山渊而下 嗡嗡 似乎感应到了那滔天魔气 异或感应到了熬千千身上 那纯粹的龙族血脉气息波动 那青龙权杖 嗡名之声更甚 他不停在摇晃战动 一股浩瀚瀑波的力量 扩散开来 将整个山渊都震的崩裂了开来 四方山巒崩塌 必逢裂开天地都为之战动 青龙权杖似乎要破土而出 冥顽不灵 杀 魔元天王冷恒一声 大手一挥 身后滔天魔气突然搅动 便是化为一尊远古巨猿 好像万丈金刚 向着前方的一掌拍去 恐怖的气势随之轻覆而下 天地都为之战动 在魔元天王身后两尊小王 身形一动 便是化为两道魔盈左右 夹吉江寒宇等人的后路彻底封锁 让得他们必无可避 只有在此受死 魔云之之中 近两百尊一魔 见得魔元天王出手 他们咆哮一声 便是化为一条魔盒 向着那山渊席卷而去 要夺取那青龙权杖 如此有效的分工默契的出手 可见这些人非同小可 因悬应 宁天地奥义 镇压诸魔 面对魔族的出手 寒宇凌空而立 好像山月围然不动 他目光一宁 手肩发觉引动 一轮蕴含着无穷奥义的法应 便是从他的体内升腾而起 宛若那太阳悬挂在空 一道道天地奥义纹路 在因悬音之上扭曲转动 风云变色天地为之而动 恐怖的气势 汇集而来 一种天地压迫顿时笼罩在这片虚空 那些魔族低阶修者皆是身形一致 好恐怖的天地之势 两尊小王 谋路诧异 他不是没有踏入碎须之境吗 这些魔族修者没有料到这青年会有如此恐怖的气势 以为只有汉雪英才是碎须尽强者 这是天地奥义纹路 魔源天王谋中露出一抹惊诧 对于人族的奥义神通他也是有着几分了解 如此奥义 非常人可比 他在努力地想着这青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应玄印 李氏获得了玄天大地传承的那个小子 魔源天王似乎想到了什么突然吼道 不错 谈于冷恒道 呵呵 如此甚好 今天便让本王将你斩杀 此番前去见魔尊也算是有了个交代了 魔源天王狂笑一声 呵道 给我杀 一个也不要让他们跑了 就怕你没有这个能耐 谈于冷恒一声 应玄印化为千丈巨印便是向着那尊魔源轰击而去 天地之势扩散开来 将之给一举击溃 连魔源天尊都是被震出千米之外 就你这气势 还差得远了 谈于仰天一笑 法觉引动 焚天震便呼啸而出 要去抵挡那些公项 敖千千等人的一谋困去 不过 就在此时她眼睛一亮 到手了吗 敖吼 趁着众魔迟疑之际 敖千千身形已经掠入了深渊之内 她玉手一动便是将那青龙拳杖紧握之手 一道龙笑之声响彻天际 青光闪烁直 充云消化为一条青色巨龙 是龙族强者清顺之龙魂吗 谈雪阴也是一愣 望着那突然出现在虚空的青龙感应着那股气势 心中一惊 这青龙盘踞在空 气势滔天 比起那岁须两重天之境的还要恐怖 可以想象那留下青龙权杖的清顺前辈 本尊该是何等强大 只怕实力已经非一般魔尊可比 这么强大 谈于仰天一笑 道 呵呵 魔怨天王是吗 今天你便留在此间吧 凹谦谦得到了青龙权杖 将里面的龙魂都激发了出来 凭此足以应付那些异魔了 如此他也可以放手一战了 全天殿 镇压 音悬应将魔怨天王那凝聚出来魔影击溃后 他发觉引动一尊巨大的电雨便是 携带着一股恐怖的气势 呼啸而出 当空化为一座天阙一般的宫殿 携带着无上奥义镇压而出 全天殿光滑闪烁 垂落下万道光滑 将魔怨天王给一举封锁住 无穷气势压迫而下 直接是将他周身的魔气镇压的溃散开来 使之连退百丈 谋中露出惶恐之色 这玄天殿有如此威力 魔怨天王一脸震撼 没有料到 这玄天殿的气势会如此强大 似乎比起音玄印还要强上几分 只怕已经可以和那三重天之境的魔王堪比了 这玄天殿是玄天大帝的一件至宝自然非同凡响 因玄印虽然奥义无穷 不过却便没有融合全部天地奥义 所以现在威力有所不及 若是融合了阳玄印 化为阴阳玄印 包罗了天地奥义 那么所发的威力将惊天动地 可镇压万谋 翁 全天印镇压而下 虚空为之震荡 裂缝蔓延 好像要就此崩裂 万里之外的人们 都是感觉到了一股可怕的气势波及开来 好像天地要崩塌让人感到惶恐不安 魔猿汉天 魔猿天王不敢有着一丝懈怠 魔躯之中有道道魔纹绽放出诡异的波纹体内的魔血 沸腾起来 他的身躯突然拔高 化为一尊千丈高的魔王 魔掌挥舞四可力拔山河 气势盖天 这一刻 魔猿天王的气势达到了一个巅峰 已经堪比那岁须三重天之境的存在 比起当初的陆天魔王也是毫不逊色 他潜伏千年已经将伤势养得差不多了 如今虽然难以和巅峰相比 却也是气势盖天 受死吧 魔猿天王魔光星红 露出满口獠牙 那剧拳魔纹流转蕴含着崩碎天地的气势 他一拳轰出 虚空崩碎 下一刻便是和玄天殿轰集在了一起要将之击溃 翁 玄天殿之上 一道道纹路崩裂 气势被击溃 在发出一阵忠明之声后就此被击飞千米 如今的韩宇没有踏入碎须之境 还无法将此殿的威力尽数发挥 在遇到魔猿天尊这等强者之时 根本难以将之斩杀 也仅有着自保之力罢了 刷刷 韩雪英手持阴阳之剑 身若惊鸿 神出鬼没 剑光略过之处势不可挡 一尊尊一魔皆是隐恨在剑光之下 便连当中那两名小王也是连连溃退 魔躯之上伤痕累累 韩雪英虽然不过岁须依众天之境 可凭借着阴阳之剑 足以横扫同皆的存在 那两尊小王便是合力出手也不识他的对手 长剑一收 韩雪英眸光略动 便是看到了那身形后退的韩宇 韩宇哥哥韩雪英略至青年的身边 一脸担忧 这家伙有着几分能耐 不过也便不是不能对付 韩宇照回玄天电舔了舔嘴角的血迹 眸光一动 在见得另外一边的嗷千千吉酒言 没有事情后这才输了一口气 道你去助他们 将这些魔涅全部诛杀 一个也不要留 至于这魔源天王便交给我吧 第1297章天王陨落 你行吗 韩雪英有些担忧地问道 相信我 韩宇嘴角掀起一抹鬼魅的弧度笑道 别忘了 我可是得到了玄天大地的传承 韩雪英轻抿着嘴唇 也不再迟疑 身形略动 手持阴阳之剑便是向着那些一抹杀去 在另外一般 欧千千手持青龙权杖 青色龙影腾飞在空 气势滔天 将一个各异魔一举生生撕裂在此 没有想到 青龙权杖被催动后有如此气势 酒言露出一脸唏嘘 当年他得到了此物 却便没有能够将之催动出来 不想此刻这件权杖会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势 如今的局势可谓逆转 魔族应该没有一丝优势 小子 难命来吧 见到自己的麾下被陆续斩杀 魔元天王可谓气得怒火攻心 他目光猙獰 盯着前方的青年 杀气腾腾 现在也只有将此子斩杀 以泄心头之恨了 魔元天王此次奉赵要去和魔族大军会及 也听得了一些关于血欲腰郁的事情 只要斩杀了玄天大帝的传入 以后他也可以免去许多的麻烦 如此功劳也不比得到一剑圣气小了 天魔灭世 魔元天王冷恒一声 脚踏虚空 一步跨出千米之远 他那个硕大的拳头魔器涌现 似乎有着一尊巨魔浮现而出 被烙印在了拳头之上 是可碎猎山河 轰 一拳轰出 便有着一道魔影呼啸而出 这道魔影好像是一尊上古魔神方一出现 连天帝都为之变色 一片黑暗 他巨大的拳头 崩碎了虚空 越来越大 给人一种一拳覆盖千里的感觉 这一拳似乎有着灭世之威 千里之内的生灵都要被他给尽数灭杀 好一个天魔灭世 谭宇眸光围动也是不由被这魔元天王的气势给震了震 如今的他与之的确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不过 今天 你只怕也得交代在这里了 谭宇嘴角挑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法觉引动 一个法文便是没入了前方的玄天大殿之内 高昂的声音好像雷鸣一般响彻天际 大地真身 嗡 虚空猛然一颤 似要崩塌 却见得那玄天殿光影闪烁 使得前方虚空掀起一片涟漪波动 随之一道伟岸的身影似乎从远古时空踏出 他手掌一伸 便是凌空虚点 全天指 震天地 一道飘渺之音似乎穿透了虚空悠悠的响彻天际 玄机魔元天王便是看到一根蕴含着天地纹路的手指 当空暗下 那一指 可震碎山河 镇压天地万物生灵 这是玄天大地 恐怖的气势压迫而下 魔影溃散 魔元天王只觉自己呼吸都是不由一致 心头被巨石压迫 一股巨力震荡开来 要将之给生生压碎 惊恐之声从他口中吐出 他整个魔区都是不停战斗 就好像要崩塌的巨山在虚空摇摇欲坠 嗡 一指落下 虚空崩裂 魔器被恐怖的气浪所淹没 魔元天王直接是被一根蕴含着无穷傲益的巨子给镇压为击粉 神魂都是就此给溃散开来化为了一片虚无 东 指引消散 却是在下方的山巒之间留下了一条万丈长的深邃篝祸 在里面有着一股天地奥义的气息波动弥漫开来 若是后辈子弟来死 必可细细感悟参悟那无上傲益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家伙怎么有如此气势 一尊溃退的小王 口吐惊骇之语 脸色一片惶恐 他实在难以想象 他们的魔元天王会这么轻易就被一指湮灭 此王全盛时期 可与那岁须三重天境的人族修者一针高低啊 四方那些被含血应急熬千千砂的溃散开来的一魔都是露出惶恐之色 连魔元天王都被一指所杀 他们又如何与知匹敌 一时间 众人皆是心生退意想要就此盾离 想走 晚了 寒雪因美谋寒意如刃 玉手一动 一道剑光便是向着那尊溃逃的小王斩去 啊 剑光斩了虚空 请客便知 那尊一魔方一回头 便是发现一道蕴含着天地之势的剑光就好像一张巨网倾覆而下 使得他无处遁逃 灵力剑气刺入骨随时的心神都是一颤 发出凄厉的惨叫之声 剑光消散 那尊小王也是就此被斩杀 与此同时 毛千千手中青龙拳杖舞动也是将另外一尊小王斩杀 呼 驱隐没入玄天殿内 寒雨谋光一动 便是看到那些想要溃逃的一魔 他冷笑一声 发觉引洞坟天阵呼啸而出 坐落八方 整个天地顿时化为一片火海空间 百数十尊一魔尽数被困 这是阵法 一个各一魔露出骇然之色 这些一魔先前就被寒雪英傲千千斩杀了许多如今剩下不过一百来个 气势锐解 火海闪烁 寒雨出现在了阵法之内 他目光冷立 英玄印镇压而下 将那一尊尊一魔就此抹杀 这英玄印威力无穷 连那堪比碎虚两重天之境的强者都难以与之力敌 何况这些一魔了 不过 片刻尽百一魔被尽数斩杀 寒雨原神一动 将一些一魔的魂式射去获得了一些资讯 魔族召唤各族潜伏的一魔聚集 应该是有大动作了 寒雨一脸肃然喃喃自语 他从那些魔魂之中得到了消息 这魔原天王是得到了一位魔尊强者的召唤要去和魔族大军聚集 那魔族大军 据说在亦处名为魔宫的所在之地 可惜没有这魔宫的具体位置 寒雨叹息一声 手掌扶洞坟天阵便就此没入体内 他目光扫尸四方 在见得寒雪英傲千千他们都没有事情之后 终于是输了口气 敖千千等人身形一晃 瞬息便顿来了寒雨身边 这些异魔怎么回来此 敖千千问道 他们经过此地只是偶尔 魔族在召唤潜伏在各大的异魔 想来是准备要出手了 寒雨说道 我们现在也该离开此地了 这些地方 元气匮乏没有高阶修者 一般的魔族强者都不会来此 那我们便就此回去吧 敖千千谋光跳往虚空 说道 我准备回龙族冲击眼神之境 在得到了青龙权杖后 有着一股无上奥义涌入了他的心中 似乎马上就可以突破 比了 谈雨眸光为动 瞅向了九炎 我也该去龙族 怎么也得恢复到神藏圆满之境吧 九炎贪了贪手掌一笑 在那么中却有着一丝苦涩涌现 当年他是何等的精彩绝艳 可如今却停滞不前 莲敖千千都要踏入眼神境了 想再进一步遥遥无奇 这让他感觉颇为无奈和失落 那我们先回血域吧 谈雨说道 在血域有着传颂阵 可以省去许多的麻烦 九炎点头 众人便是就此顿离了这片虚空 从那些一模的魂事之中 谈雨得知他们对大秦王朝 这些低阶修者便没有出手的兴趣 所以他也是输了口气 如此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族人 会被此次魔族付出波及了 身在虚空 环视四方 在吵了一眼这片秀丽山河大地后 谈雨便直接顿离了此间 在腰月宫及各处的修者皆道传讯 众人一起便前去了血域 血域一切正常 便没有魔族突袭 谈雨等人回来之后 熬千千及熬烈酒盐便回去了腰域 见到谈雨归来 雪盛宫的几位长辈也是松了口气 玄吉他们便是联系了玄域的长者 想要让谈雨前去继承那阳玄印 好将阴玄印及阳玄印容和一举 踏入更高的境界 这一天 雪盛宫之内 终于是迎来了一位玄域长者 雪宫 大殿之内灵溪柳人堂几位长者皆在列 在大殿之内还有着几位陌生的长者 这些长者之中有着两个已经踏入了岁须之境 当中一个慈眉善目 露出一脸祥和的笑容 此人名为 风扬天 还有一个 掌眉如发 垂落而下 一双眸光伶俐如刃 让人不敢与之之事 不过他此刻那嘴角之间也是有着几分笑意浮现 丑相对面青年时连连点头心情甚好 这人名为无必然 既然韩小友 获得了因悬应的传承 还得到了悬天大地的认可 那么是不宜持此番便随我们一起进入悬域 好获得那样悬应传承 如此他必可继承悬天大地的一波 成为我人族新一代强者 冯阳天说道 诸位 意下如何 呵呵 既然冯兄也有此意自然可以 柳人堂一笑 对于此事他可是期许了很久啊 我悬域万千载来 一直无人获得阳悬应传承 如今魔族四喜 韩小友却获得了阴悬应 这或许是一个契机 我们的赶快行事 可不能让魔族有所防备 韩小友可还有事情要处理 冯阳天问道 晚辈也正想着要去试试继承那阳悬应 所以即刻便可动身 韩宇一脸正色 说道 他如今已经前往了月宫等地了结了心事 现在该是专心致志地应付魔族已是了 如此甚好 那么我们即刻出发 冯阳天起身道 那么 林公主 柳兄我们告辞了 以后若有什么动静 你我可得及时通告 魔族最近似乎有什么动作了啊 我们会注意的 柳人堂起誓道 雪阴你也随他们一起去吧 灵溪说道 在那里你想必也可以再进一步呢 是太师父 雪阴汉手轻点 玄机吵了一眼旁边的青年 嫣然一笑 他可是巴不得和后者一起同行 好将他给看警 免得被玄遇别的女弟子给拐跑呢 如此 我等告辞 韩宇也是起身抱拳 随后众人化为一道流光 顿出雪宫以空间传送阵离开了此间 第1298章玄遇 玄遇与雪遇一样皆是近万载前的天地大战之后 玄天大地那些爵士强者一起为后辈所构建成的戒狱 韩宇及韩雪英跟随着玄遇的几位长者 很快便进入了玄遇 来到了玄宫之内 来到玄宫 冯阳天便召集了一些玄遇的强者 在一处大殿之内商议着事情 玄遇的长者听得韩宇来死 心中皆是有着几分振奋 在前些时候 他们玄遇也是遭到了魔族的突然袭击 损伤很大 如果不是有着一些前辈留下的玉遇手段 如今的玄遇只怕早就已经是满目疮痍不在人族的掌控之中了 既然韩公子得到了英玄印的传承 还融合了玄天殿 此次我等便即刻准备去开启传承禁地吧 玄遇公主 李道华说道 不过此时关系盛大必须好好准备 得防备魔族突袭 权欲那些踏入了碎虚境的长者都是点头 在上次被魔族突袭后 他们也如血欲一般组织了大量人员开启那处传承之地 其间遭到了魔族出手 损伤了不少强者 最后竟然无人获得杨玄印导致他们行动算是失败而归 韩小友 你且先在我宫中站住几天如何 李道华丑向韩宇说道 任凭诸位前辈安排便好 韩宇也是知道此事的好好准备 不然他们前去了传承之地 遇到了魔族突袭可就麻烦了 再者一旦别的地方安排不周 趁着众人离开之际被突袭了也将引来麻烦 韩宇和血欲便在玄宫之内占居了起来 玄遇之内同样和血欲一样潜伏着诸多的一魔 此次让韩宇前去继承杨玄印传承对于人族来说关系甚大 所以他们不会有所马虎 要派足够的人马前去护持 这样一来的抽掉一下地方的高手 得好好安排一番 以应付魔族的突袭 这件事情对于人族是个希望 魔族也不希望有着第二个玄天大地出现 所以必然会阻止 杨玄印 希望此次可以一举冲击岁须之境 踏入一个巅峰吧 站在玄宫一处山巅 韩宇眺望远处虚空 喃喃自语 经历了那么多他也知道自己的背负些什么 证人古时贤者所言 你的能力越大所背负的注定将越多 不仅有着自己守护的东西 还有着无数人的期盼 为了这些人 他都注定将要前进下去 不可后退 为此 韩宇没有一丝后悔 也不敢绝累 因为他一路成长 已经见过了太多大义如天的前辈 如那灵阳天 不惜以自己为影镇压魂魔 让朱灵好出手将之抹杀 如那秦刚前辈也是不惜耗费自己的元神之力 竭力融入那战法之内镇压一魔 若不是韩宇及时赶来只怕元神将好去 永远也不可能再重塑肉身了 这样的前辈 何止千万 韩宇一路走来受到了前人的恩惠 不管是为了心中的守护还是为了前人的大义 他都将义无反顾地前进下去 斩尽魔孽 还后是一个安宁的世界 是他此刻最大的心愿 玄狱之内所潜伏的一魔也是得到了消息 却欲纳得得到阴玄印的小子来到了玄狱 马上就要去继承阳玄印传承了 一条深邃无比的深渊之内 魔气滚动 一魔腾飞 汇集在一起 当中有着几尊气势磅驳的一魔 正围绕在一起 一个脸上布满青色魔纹被伸双翼的一魔 眸光猙獰说道 若是让这小子 获得传承 只怕将带来一些不小的麻烦 全天大地 确实是个麻烦 不过 如今那小子还远远难以达到 那个高度我们将之抹杀了便是 一尊身上有着灵甲覆盖 身形飘忽如幽灵的一魔英森帝说道 在他旁边几尊一魔都是点头 魔中煞气凛然 这些人都是魔王级别的存在 只是玄狱有着那些老家伙留下的宝物 凭借我们这些人马想要将之抹杀 可没有这么容易 有一魔王说道 除非有着魔尊出手 不然事情有些难办 文言 几尊一魔王都是陷入沉淫 这些一魔和人族打了多次交道 他们也是知道此刻想要彻底将这片天地征服 和没有这么简单 毕竟 人族的底蕴摆在那里 可不是轻易就可以将之根基拔除的 不如我等请示一番 明冤魔尊 一尊一魔王说道 明冤魔尊 一个一魔说道 他可是在沉睡当中 我们贸然打扰只怕会惹怒他啊 怕什么 那个被生双翼的魔王说道 此事关系甚大 我等必须将一切阻碍 尽早抹除 免得破坏了我魔族付出的大忌 魔尊大人 高章原主心系我魔族大业 纵使伤势未愈 应该也会出手 恩旁边的一魔魔光一尘 附和道 我相信魔尊大人不会怪罪我们的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便是请示魔尊大人吧 众多一魔在商议一番后便是前往了这深渊的尽头 那里魔气翻滚 有着一股恐怖的气息波动扩散开来 使得整个空间都为之荡漾起一阵阵空间波动 那般气势似乎有着湮灭一切的力量 使得这顿飞而来的众魔皆是为之心颤 一尊一魔法觉引动 一道魔纹 便是没入了那个深渊里面 几尊魔王恭敬而立 脸上带着雀雀之色 安静地等候着下方深渊之内的动静 嗡 稍许后 下方深渊突然掀起一股恐怖的气息波动 整个空间都为之颤抖了起来 而等 来此有何事找本尊 一道粗狂的声音从下方那无尽深渊之内响彻开来 如雷鸣震荡 使得众魔心神皆是一颤 脸退百米 脸色露出一脸惶恐 突然被惊扰 这尊一魔似乎有些不悦 回魔尊大人 如今玄天大地留下的阴玄印传承被一个人族修者所得 他此番来了玄域要传承阳玄印 企图将阴阳融合 彻底将玄天大地的传承融为己身 那尊被生双翼的一魔双手抱拳 公身道 此子尚且未曾踏入碎虚境凭借阴阴玄印便可与魔王级别的魔族修者抗衡 若让他融合了阴阳 再踏入了碎虚境只怕将颇为己守 不将之趁早斩杀 或许将会成为下一个玄天大地 不 明渊魔尊为路诧异 难难道 玄天大地的传承被人获得了吗 似乎对于玄天大地之名这明渊魔尊也是颇为忌惮 外面的一魔王都是一脸沉默 静后魔尊发话 你们难道还对付不了玄域这些家伙吗 明渊魔尊沉吟片刻 玄疾问道他此刻的不悦已经消失 对于这关系着魔族付出的大事 他也是分得出当中轻轻重 对付玄域的人我等到是可以 不过那些家伙有着许多老古董留下的杀手锏 往往会出人意料 让我等措手不及 此次时关重大 为了万全 我想若有魔尊大人出手 必可将之彻底抹杀 以绝后患 众魔说道 全天大地当年是个人物 他留下的传承若被人所得 纵使那传人再不计 也会给我魔族带来不小的麻烦 的确的尽早将之抹杀 只是本尊如今伤势未曾复原 如此出去 有些麻烦 明渊魔尊露出迟疑 这 众魔眉头一皱 若没有明渊魔尊出手 他们可是没有绝对地把握完成此事 毕竟 此事对人族也是颇为重要 他们自然也会不惜一切 护持那个传承者 这注定是一场巅峰之战 不可有着一丝疏忽 不然他们将全军覆没也是有可能 如此 再给本尊七天 明渊魔尊道 这七天之内 你们将聚集的一些英魂魔魂 给本尊补给精元 待得本尊再恢复几分伤势 再出去将玄狱这些家伙彻底抹杀 是 众魔皆是点头 这千百年来 他们没少收集一些英魂 给此位魔尊凝炼明渊之气 特别是此次大战 杀了不少的人族修者 正好有着些英魂之手到可以聚集起来 同时你们的注意人族的动静 宁渊魔尊说道 可能让那小子继承了玄天大地的传承 却跑了 我等一定仅遵魔尊吩咐 众魔点头应成 心情大好 有着魔尊出手 他们也就多了几分信心了 这一次 一定要让玄狱那些老鬼有去无回 彻底将这片介狱占据 几魔王争鸣一笑 顿离这次无尽深渊 全玉之内 一片平静 只是在这诡异的安静之下 却似乎有着暗流在涌动着 全宫之内 韩宇一直闭关感悟 极灭之后 便是涅槃 可是涅槃却又是什么 韩宇眸子缓缓睁开清土了一口 露出迷茫之色 他在恋神一道踏入了极灭之境 那般经历波动足以让阴阳静修者为之神魂战力 对于一些失去肉体的魔魂也有着一种天生的振折之力 只是韩宇现在的敌人越发强大 极灭之境 却还是显得有些不及 传说凤凰可涅槃重生 可人的原神真要是毁去了又该如何重生 如何涅槃 韩宇一脸茫然 恋神一道美进一步实力都有着莫大的提升 只是这一步却需要感悟天地 那种感悟是对大道的感悟 和阴阳静修者对阴阳静的感悟一般 若有机会地去向火凤一族的人讨教一番涅槃之道了 深吸了口气 韩宇豁然起身 如今的他修炼需要的是顿悟 不是苦修 所以在难以参悟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纠结下去的必要 不然只会沦入心魔之中 反而会毁了自己的道行 第1299张阴阳山河图 全宫之内经过几天短暂的安静后 一处大殿之中 终于是再次变得热闹了起来 那些碎虚尽的强者皆在 韩宇和韩雪英也是赶来了此间与众人聚集 这一次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我等便就此前往传承之地了 冯阳天说道 冯长老 你们此次务必要保证韩小有安全获得传承 李道华郑重帝说道 这次我等便是拼了老命也不会让魔族有可乘之机的 冯阳天一脸肃然说道 好 那么诸位请保重 李道华起身道 我等便在此等候好消息 告辞 冯阳天及玄域的几位长老皆是起事抱拳 韩宇及韩雪英也是起身 西欧 众人化为一道流光顿出了玄宫 玄域这处传承之地也如雪域一般 便不在雪域本土在一片宛若星河 浩瀚缥缈之地 这里被玄天大地留下了强大的禁制 当初玄天大地留下两处传承一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进行参悟 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被魔族发现 将之给毁去了 如今不知过去了多少岁月 这次传承禁地 禁制已经有所薄弱 翁 这一天 这处禁地之内 光滑闪烁 有着一道道人影出现在此 这些人便不多 只有八人 可一个个都气势不凡 踏入了岁须之境界 这便是我玄域所掌控的传承禁地了 冯阳天指着前方一处流转着阴阳的虚空 说道 当初我玄域的修者进入了里面 却没有人获得阳玄印的认可 最后我等在退回玄域之时 还遭到了魔族的伏击 损失不小 现在就看韩小友的了 几位玄域的长者都是微微叹息 把希望都寄托在了韩宇身上 如今魔族要付出 若在无人获得玄天大地的传承 只怕以后也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这里倒有着玄天大地的气息 韩宇谋中金光浮现 便向着前方虚空凝视而去 却见得这片虚空 阴阳流转被一片阴阳光幕所覆盖 上面蕴含着天地傲益 让人心神不由想要沉静当中 细细感应而去 韩宇赫然发现这些傲益 和当初在血域所遇到的有所不同 这是杨玄之道 冯阳天说道 这上面所蕴含的傲益和血域的有所不同 不过 阴阳演化 却是依旧 只是当中最为深奥的傲益有所相索 吴必然解释道 这里一般修者近来一样可以感悟天地傲益 以此一举踏入更高的境 不过想要完全将阴阳融合 踏入玄天大地那般境界却明显还是差了几分 权域和血域千百年来一直有着交流 他们都会定期派人进入传承境地之中感悟 一旦有人获得了玄天大地的传承 被可前往另外一处地方进行参悟继续传承 奥益为本源 通达巅峰将视为阴阳 所以一般来说获得了一处传承 足以继承另外一处 韩宇在细细感悟了这片天地的奥益后 眸光一动 便将视线向着前方虚空瞅去 在哪里有着浩瀚的阴阳之海在翻滚着 一股熟悉的气息波动从阴阳之海里面扩散开来 这应该便是传承所在了 这里的奥益 若是被我感悟融合 似乎趋近了完美 韩雪英在一边眸光流转 有着阴阳光彩涌现而出 一进入里面 她就感到体内的阴阳纹路在激动 有着一种饥渴的感觉 要迫不及待地将那些奥益给融入体内 好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 韩宇体内的阴悬应也开始激动了起来 看来 韩小有此次必然可以一举将阳悬应融合 冯阳天在一边也感应到了 韩宇身上的波动 某中金光闪烁 露出满脸唏嘘 若是如此 人族也算是多了一分希望 翁 前方阴阳流转 那片浩瀚的阴阳之海突然分流 一股磅薄的气息波动从那里买扩散开来 待得众人定睛一看 却见得一面宛若山河天地 流转着阴阳的剧图便出现在空 阴阳山河图 朱灵的声音在韩宇试海响起 阴阳山河图 韩宇一争 这阴阳山河图里面似一个玄奥天地里面阴阳流转 蕴含着无穷奥义 倒和它是海之内的阴阳太极图有着几分相似之处 它甚至可以感觉到两者之间有些关联 这阴阳山河图是从阴阳图里面演化而出 朱灵解释道 如此书来 阴阳图比此图还要强大 韩宇有些惊诧 连玄天大地的宝物都是从此演化而出 这阴阳神珠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可以演化出阴阳神图这种神物 那是自然 朱灵谋中阴阳流转 略显狂热地说道 在里面有着棒薄的阴阳晶圆之气 我将之汲取了可恢复八分实力 似乎它也是迫切地想要恢复实力 上面的阴阳山河图光滑闪烁 有着一道道阴阳纹路扩散开来 阴阳山河图自己动了 冯阳天等人皆是满脸惊喜 以前阴阳山河图可没有主动 流转出这些玄奥的奥义波纹啊 带得众人眸光一动 向着旁边的青年瞅去 却是发现这青年身形一动 已然是化为一道流光向着前方的阴阳山河图没入 融入了那片玄妙无比的图中世界 在旁边 韩雪英心神沉入图内 体内阴阳流转也是引起了阴阳山河图的悸动 喷勃出一道流光将之设如了图内 至此 这片尽至空间内只剩下六个玄域的长者了 希望他们都会有所突破吧 五必然深吸了口气 玄机向着众人相视一眼道 想必 此次魔族也会有所动作吧 旁边五位长者都是一脸索然 他们知道 这一次魔族的出手肯定将是惊天动地 比起上次还要恐怖 如今他们也只得寄希望那青年可以融合玄天大地的传承 加以时日 可以达到玄天大地的那个高度 如此 纵使他们都拼掉了性命又何妨 进入阴阳山河图之内 韩语便是感觉自己身处在一个浩瀚无比的无垠世界里面 在这楚世界里面阴阳流转 蕴含着浓郁的天地晶圆 里面的大道奥义不断地闪烁而出 被他细细给参悟融合 他整个人突然间得以升华 细致都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朱灵眸光一动 略出了世海 汲取这里的阴阳晶圆之系 在阴阳神珠里面虽然有着阴阳之系 不过若是将里面的晶圆汲取 会使得神珠威力奏降 所以他动不得 只要靠汲取外来来不及自己 以达到受伤之前的底蕴 韩雪英在进入这处空间后也沉浸在了一个玄妙的境界之中 当初韩雪英在玄天殿里面融合了阴阳之境 得到了里面的奥义传承感悟了很多 不过 他总是觉得缺少一些什么 如今那些东西赫然在这处山河图里面感悟到了他的存在 两人都沉浸在各自的领悟之中 气势在不断攀升 阴阳功夫之内纹路流转蠕动 发生着一种微妙的蜕变 似乎要演化出一片玄妙的天地 在里面包罗着天地奥义 嗡 韩语体内一颤 阴阳纹路流转 整个人气势突然暴涨 空间颤动 好像要崩塌一般 要踏入碎虚境了 韩语心神一动 他可以感应到自己此刻气息波动的变化 呼吸之间 周身虚空颤动 似要崩裂许久 如此气势 俨然便是要踏入碎虚之境的征兆 那么便开始冲击碎虚之境吧 韩语谋中阴阳流转 有着一股狂热涌现而出 这一天 他期待已久 唯有踏入了碎虚之境 才是真正的天地强者 有着绝对的实力 可以守护自己身边的事物 呼 韩语心神一动 体内光影闪烁一枚巨大的法应 便是呼啸而出 好像一轮药日悬浮在他的头顶之中 一道道大道的纹路 从那法应之中垂落而下 气息古仆却浑然天成 嗡嗡 当阴悬映出来的时候 这片虚空猛然一颤 有着嗡名之声响彻开来 似乎海底蛟龙搅动 掀起阵阵液液波动 阳悬映出来吧 韩语猛然咆哮 体内一股阴阳之气冲天而去 注入那阴悬映之内 使得那法应 光滑闪烁 化为一个气悬 要去牵引着那潜藏在这片空间的阳悬映 呼 浩瀚的阴阳气海 突然蠕动 一个巨大的法应 便如那冉冉升起的太阳呼啸而出 悬浮在韩语的头顶 与那阴悬映并列 阴悬之气和阳悬之气 流转开来形成阴阳之状 一道道玄妙的纹路 化为一条阴阳巨和悬浮在韩语头顶 气势棒驳就好像凝聚了天地奥义 整个虚空气息都变得缥缈浩瀚了起来 无不充斥着大道奥义的气息 阴悬映和阳悬在韩语的牵引之下 起来韩语眸子一眯心神 完全沉浸于阴悬映及阳悬映 融合时所带来的无穷奥义之中 韩语哥哥开始融合阴阳悬映了吗 阴阳山河图内 韩雪因心神沉浸于那无穷奥义之内 依稀可以感觉到这处空间里面的一切波动 他发现了更为浩瀚的奥义扩散开来 他的心神悸动 似乎有着要突破的迹象 在泥南一句后也是沉浸在了那种玄妙的感觉之内 因悬映和阳悬映融合之时 空间蠕动 好像在演化着大道奥义那般气息波动 使得韩雪因也是受益匪浅 开始细细感悟着那些天地奥义 趁此好一举突破桎梏 再进一步 阴阳山河图外面的世界 虚空蠕动魔气突然好像是潮流一般涌现而出 魔族的修者终于是出现在了静止之外 一股滔天魔气肆虐开来 虚空都是为之战动了起来 似乎有着一场天地大战 即将要拉开序幕 立一千三百张明冤魔尊 静止之外 虚空蠕动 磅驳的魔气喷涌而出 一个各异魔好像是远古魔神一般从那蠕动的虚空踏出 陷在了这片天地之间 一股磅驳的气势好像是鸭浪一般席卷开来 冲击在前方的静止之上掀起一阵阵涟漪 魔尊大人 这便是玄域掌控的传承禁地了 铁翼魔王一双锐利如刀的眸子凝视前方虚空 微微躬身 向着旁边一位身形高大 脸上有着黑金色魔纹的男子说道 算一算时间 他们应该已经进入里面有些时候了 明渊魔尊魔光一宁 一双眼瞳 魔气滚动 似乎有着一个魔渊身藏在眼瞳之内 他冷冷地扫视了前方 一道魔式化为一柄魔刃 直接是洞穿虚空向着那片静止光雾冲击而去 在明渊魔尊身边 有着十六尊一魔 都气势磅驳 一双猙獰的魔子紧紧地盯着那道洞穿虚空的魔人 魔中有着几分狂热涌现而出 似乎对于此位魔尊的出手充满了期待 嗡 魔刃落在前方静止之上 将重重光雾斩裂 就在要破裂那阴阳纹路的时候 突然有着一股磅驳的气息波动 从那些玄奥纹路之中迸发而出 将那魔刃给一举阵退 魔刃被阵退 明渊魔尊的身形却围然不动 他眼瞳一缩 那道魔刃当空蠕动 变化为一道魔师被他收入了眼瞳之内 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显然这一级 那静止之力根本无法伤到他 全天大地的传承道有着几分气势 可惜 如今整整过去了有八千载的岁月吧 明渊魔尊咧嘴一笑 一个被岁月洗礼过述千载的静止威力 早已经不复当年 你又如何能抵挡本尊了 有魔尊大人出手 玄遇那些老鬼 这次肯定将被一举灭杀 旁边的铁翼魔王等人都是森然一笑 当初他们出手 便没有将这处境地给破除 最后也只得等玄遇的人在传承境地有所收获 才另外出手 导致玄遇增加了不少的阴阳静修者 这次有明渊魔尊出手 这一切都将不再是问题 嗡 便在此时 前方那处境置突然一颤 一道道阴阳纹路光滑略显暗淡 似乎有着一股气息被抽走了一般 这时 众魔皆是一愣 当初玄遇那些修者进入了里面 参悟虽然也使得这处境置威力有所下降 却没有此次如此明显的波动 要是按照现在的情况 只怕这境置上的能量不用多久便都会被汲取一空啊 这时里面有人得到了传承 如今在做突破 所以牵引了境置内所有的天地晶圆 明渊魔尊一脸缩然道 看来 那小子真是在继承玄天大地的传承了 众魔皆是一征 魔中有着一丝不难察觉的畏惧涌现 全天大地之名可是振折了他们魔族数千年啊 要是让他将此间的阴阳之气完全汲取到会有些麻烦 不过 有本尊在纵使他获得了玄天大地的传承也注定将陨落在此 明渊魔尊嘴角扯出一抹猙獰 冷冷地说道 节节 这次便人本尊将之扼杀在摇篮之中吧 阴森的笑声传荡万里 虚空为之悸动 阴森的话语还没有完全落下 明渊魔尊的表情便是彻底的阴寒了起来 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气势从他的身上弥漫开来 化为飓风席卷天际使得他身边的十六尊一魔都是连退千米 魔尊之势远远不是他们这些魔王可比 明渊汉天 明渊魔尊冷恒一生 他眼瞳魔气涌动 一条巨大无比的深渊便是呼啸而出悬浮在他的头顶 一个个魔魂在那深渊之内挣扎咆哮 里面恶魔遍布阴魂无数恐怖的嚎叫之声让人心忌 一股湿气和魔气凝聚成的名气不断翻滚 似乎可以侵蚀天地 比起那些单纯的魔气还要恐怖万分 让人心寒胆战 不敢贸然靠近半分 便连铁翼魔王等人也是不以抿了名嘴露出骇然之色 这些一魔都知道 明渊魔尊参加了当年的大战 不知凝练了多少陨落的强者之魔魂及人族的阴魂 才将这明渊凝练到如此恐怖的境界 也是当年他受伤不轻有所损耗 不然以他全盛时期所拥有的气势足以震动天地 在魔尊之中也是少有人可与之匹敌 吼 在众魔为之骇然的时候 那到明渊之内无数魔魂兽魂突然蠕动化为一尊千丈巨魔 从那深渊之内暴摄而出 那好像山月一般的魔拳 似要击碎那虚空星辰一拳便是向着前方的静置轰击而去 在此魔身后 一条鸣气翻滚深渊四那星矢 洞穿虚空紧随而至 轰轰 巨魔所过之处 虚空崩碎 大地塌陷 大有着一股要毁灭一切撼动天地的气势 如此气势 神人可敌 铁翼魔王等人都是深深吸了口气 他们都知道明渊魔王的存在也一直为他提供补给之物 却无人见得他出手 此番的剑 顿时心中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方才之道 魔尊之强悍 望着那是可汗天的巨魔 众位魔王都是身形一阵 精神抖擞似乎看到了他们魔族雄霸天下 完成大夜的那一天 如今的人族妖族如何能与他们强悍无比的魔族抗衡 轰 巨魔一拳轰下 整个虚空猛然塌陷 便连那静置也是凹陷了下去 光滑暗淡 翁 巨魔一击后 后面的明渊也是轰击而来 直接是将那凹陷的景致轰击地出现了一道道裂纹 这明渊魔尊心力一击 连玄天大地部下的静置也是难以将之抵挡下来 虽说这静置早已经不复当年 却也足以说明这明渊魔尊的实力该是多么的恐怖 绝不是一般魔王可比 静置列文蔓延 不过那些阴阳光纹绽放开来 连忙是将之给连接了起来 只是那般恐怖的气息压迫 依旧是向着静置里面的几位玄狱修者轻覆而下 将他们压迫的呼吸都是一致 这些家伙果然来了啊 逢阳天瞅了一眼 静置的一边眸中露出几分凝重之色 如此气势 想必他们将那一直潜伏的魔尊也请来了吧 魔尊可是连岁须三重天之境的强者都难以与之匹敌 那是无限接近玄天大地那等境界的存在 若是有此地人物来死 这一次 我们只怕不是有些麻烦那么简单啊 一位长者说道 他露出满脸担忧 他们这里最强的也不过是岁须二重天巅峰之境 若来的一个魔尊强者 只怕是倾尽手段将之抵挡了片刻也难以脱身 这些家伙 无必然冷恒一生 没有料到天地大战没有真正开启这等强者便已经登场 看来魔族对于玄天大地的传承也是颇为在意 不敢让人轻易得了趣 先将拖延片刻再说 冯阳天深吸了口气 说道 现在那韩小友应该也融合了阴阳悬映 只要他最后能脱身 顺利成长起来 此行我们也算是成功了 说完 冯阳天手掌一翻 一面法牌便出现在手掌 冯阳天法觉引动 那面法牌光滑闪烁 便是有着一道道宛若阴阳的见光绽放开来 晦涩的气息波动扩散开来 让人骨随意寒 吴必然等人都是连忙后退 似乎也怕被这股气息波动给冲击到几身 瞅向前方那片绽放开来的见光石 牟子深处那抹齐许 不言而喻 现在也只靠此物能将那魔尊给抵挡下来了 给我破 外面 明冤魔尊向前踏出万米 身前一尊巨魔狠狠地轰向那凹陷下来的紧致轰击而去 嗡 一道道裂缝蔓延开来 不容那些阴阳纹路将之愈合 明冤魔尊又是发出一道攻击 弄插 却听得一道清脆的声音突然响彻开来 整个虚空光影闪烁 好像是有着一面巨大的镜子被击碎了开来 那般音波传来 铁翼魔王等魔都是魔路精光颇为兴奋 终于被破除了吗 众魔魔权擦掌 准备要放手一战 有明冤魔尊在这些魔王都是信心十足 已经吃定了玄域的老鬼要在此建功立业 全天剑阵 心腹天地 就在那静置要崩裂的时候 逢阳天法觉引动 手掌的法牌光滑闪烁呼啸一声便是没入虚空 绽放出万道光滑 将那些碎裂的阴阳纹路尽数吸收 然后整个虚空一颤 嗡 光滑闪烁 崩裂的静置已经不在 却是被融合成了一个玄妙无比的剑之世界 这是什么地方 众魔阵准备魔拳擦掌要去将玄域那些老鬼都尽数给屠杀殆尽 却不曾想虚空一颤 一股晦涩无比的气息波动轻浮而下 他们眸光一动 却瞧得似乎换了一个天地 这好像是一个阵法空间 这些家伙早有准备嘛 冥冤魔尊的身形也是微微一顿 一双魔童扫尸四方 似乎要寻找这阵法的破障 将之一举击破 继续高歌猛进 将那些人族灭杀 这是玄天老鬼的气息 感应一番 冥冤魔尊很快便是发现了熟悉的气息波动 没有想到 这老鬼还给这些后辈留下了这么一手 怪不得我魔族难以将玄域 这些孱弱不堪的家伙给解决掉 只是 这么一个阵法也想困住本尊吗 他猙獰一笑 冥冤脚洞就要出手 这事 不过 就在冥冤魔尊要出手的时候 他眼瞳骚然一缩 紧紧地盯住了虚空的异端 虚空蠕动 一个气宇轩昂 为暗如山的中年男子 一味飘动 脚踏虚空宛弱者先一般 突然从那虚空之中踏出 他一双眸子如剑 蕴含着大道奥义四可斩进一切 奇语